第二千五百一十张指令 张悠悠一边握着武器向陈希墨靠近 一边对着红衣大和尚发出指令 杀了他 给你一个亿 杀 红衣和尚吼叫一声 直接对上灭羊出手 招式很辣 砰 不简单的红衣和尚在战灭羊靠近时一脚踹出 脚尖修修修射出三枚独标 攻势相当凶猛 只是三枚独标打在战灭羊腹部却当落地 踹出的一脚也被战灭羊单手架住 一拉一扯 红衣和尚身体顿时不稳 直接向战灭羊扑过去 战灭羊整个人瞬间弹起 犹如炮弹一般 陡然轰向红衣和尚 红衣和尚脸色猙獰难看 庞大身躯虽然不稳 但最基本的反击意识还在 他毫不示弱 同样挥拳 却不是封住战灭羊攻势 而是直接朝着他胸部轰过去 红衣和尚赫然摆出两拍俱伤的拼命打法 砰 战灭羊眼神一如既往的冰冷 两只拳头快速接近 交错而过 互相冲在对方胸膛 一瞬间 情况骤变 意向横生 在对手的拳头打在自己身上的一瞬间 战灭羊一直隐藏的左手猛然扬起 他一把抓住了红衣大和尚的脖子 咔嚓一声 鲜血狂拥 红衣和尚一脸不干 摇晃着身体缓缓倒地 一命呜呼 但脖子依然没有叶凡要的东西 战灭羊看都不看死去的和尚一眼 身体一纵到了张友面前 灭羊 看到战灭羊冲过来 张友下意识抬起枪口 泪眼婆娑 我真没有杀咱妈 我是被污蔑的 我是被冤枉的 你不要被叶凡迷惑好不好 他苦苦哀求 你不要逼我好不好 杀我母亲 算计铁木清总督 残害战士家族 还想取代我 战灭羊吼叫一声 刚才更是下令杀我 蛇蝎女人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张友友扑通一声跪地 灭羊 你知道的 我这么爱你 这么在意你 哪会想要伤害你啊 咱们见面第一次 我就把自己给了你 咱们见面第二次 我就给了你五个亿周转 我一共就二十个亿 一下子就给了你五亿 还是我不知道你身份的情况下 这还不能说明 我爱你 我在意你吗 如果我对你有所企图 我怎么会这样付出 而且我从来不知道 湛金峰的账户 我又怎么给铁木清总督 转黑钱啊 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叶凡对我们挑拨离间 给唐若雪报仇 给刘富贵出起 张友友苦苦哀求着湛灭羊 你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啊 湛灭羊微微一正 怒意削减小半 张友友突然抬头 对后面喊道 叶凡 不要攻击灭羊 战灭羊下意识扭头 就在这空档 张友友抬起手中的短枪 对住战灭羊 毫不留情扣下板击 死 死 给我死 张友疯狂喊叫 疯狂射击 陈丽婉的事情绝对过不去 那只能你死我活 砰砰砰 子弹如雨水 倾泻在战灭羊身上 一连串的撞击中 战灭羊身躯不断后退 身上没见血 但口鼻喷出不少血 只是战灭羊身上 好像刀枪不入 这么多子弹下去 不见他身上见血 只是内伤吐血 这让张友友俏脸巨变 接着 他就听到了喝 喝的声音 这种古怪的声音 从战灭羊嘴里传了出来 虽然不大 但清晰涌入 张友友和叶凡的耳朵 好像是猛兽的喘息 叶凡嗅到了一抹危险 张友也忽然不安 不知不觉绷紧了神经 好像有可怕的东西 他下意识抬头望向战灭羊的脸 他发现 战灭羊五官突变 不仅变得跟怒目金刚一样 肌肤也都变成了金黄色 男人好像被涂抹了一层颜料 也像是穿上一件贴身的金色战衣 总之 战灭羊给人刀枪不入的铜像质打 没等张友反应过来 战灭羊就挤出一句话 你 该死 接着他伸手往前一探 一把抓住要跑路的张友友 张友下意识尖叫 放开我 放开我 他还抬起左手射出绣剑 绣剑直取战灭羊脑袋 只是当的一声 绣剑打在他脸上弹开 死 战灭羊彻底暴怒 手指倾泻力道 下一秒 咔嚓一声 战灭羊直接捏断张友友的脖子 同时大拇指猛的一压 扑的一声 鲜血剑射 张友连惨叫都没发出 就一命呜呼 他死不瞑目盯着战灭羊 似乎怎么都没想到 战灭羊中了那么多枪都没事 他更没有想到 战灭羊就这样杀了自己 他最后的剪影 是从桌底下钻出来的叶返 王八蛋 就是你了 此时 看到战灭羊捏死张友友的手法 叶返打了一个机灵冲上来 这战灭羊 哪怕不是杀死唐门高手的黑衣人 也绝对有巨大关系 老婆 我来给你立功 他操起地上香炉 来到战灭羊的背后 直接抡起 砸在战灭羊脑袋上 只听哐当一声 香炉跟脑袋碰撞 香炉一下子瘪了 战灭羊身躯一晃 却屁事都没有 怎么可能 叶返不信邪 又当当时砸了三下 结果香炉彻底变成了一块废铁 而战灭羊始终站在原地 不但没有倒下 连鲜血都没建设出来 唯有口鼻血迹浓郁一点 好像铜皮铁骨 这不科学 叶连鲜又砸了一下 香炉断成了两截 受到连续打击的战灭羊一扭头 眼睛血红 满脸金黄 有着嗜血的气息 喉咙再度呵呵地响住 当 叶返吓得忙丢掉塌陷的香炉 对不起 对不起 认错人了 你继续 你继续 叶返倒退住 拉开距离 寻思捡一支热武器好一点 战灭羊没有出手 只是盯着慢慢离开的叶返 就在这时 高音喇叭突然莫名其妙 搏接进来一句话 红衣 古诗 千人坟 君临天下 话音一落 战灭羊身躯一颤 脸上绝对恭敬 请指示 下一秒 高音喇叭中的机械声音再度响起 杀了叶返 战灭羊瞬间惊弓爆射 像是炮弹一样冲向了叶返 第二千五百一十一张 灭羊跟我上 我去 这什么玩意 还没等叶返消化完高音喇叭的字眼 战灭羊已经旋风一样 冲向叶返面前 途中 十几个没来得及避开的战士子弟和宾客 全都被他撞飞 一个个喷鞋骨折 失去了战斗能力 好几张桌子也是砰砰砰飞出 气势惊人 这也让公孙倩止不住喊叫 叶返小心 对方来是凶猛 叶返条件反射怒喝一声 一拳雷霆万军轰了出去 可冲过来的战灭羊 却没有半点退后 吼叫一声 双臂一沉 咔嚓 战灭羊的衣服碎裂成布 露出钢铁一般的金黄肌肉 硬生生承受叶返一拳 砰 一声巨响 叶返的拳头像是炮弹一样 打在战灭羊的胸膛上 但对方没有退后半步 连疼痛神情都没有 反倒是叶返闷哼一声 拳头好像打在钢板 让他指关节剧痛无比 随后战灭羊肌肉猛的一弹 叶凡退后几步 只是叶凡也够强横 还没等身体稳住 双脚右势一旋 整个人再扑了上去 砰砰砰 叶凡双手连连轰出 拳头像是雨水一样 打在战灭羊的身上 只是二十多下冲拳下来 战灭羊连脸色都没变 倒是叶凡的手被红肿 九宫不下 叶凡趁着退后的空荡 脚被呼的一声扫了出去 这一脚雷霆万军 抽在战灭羊的脖子 战灭羊依然不闪不闭 只是默然一侧脖子 硬生生夹住叶凡的脚背 不少人宾客健壮都惊呼不已 这战灭羊还真是厉害 真有铜皮铁骨啊 叶凡暗呼一声不妙 猛地拔出右脚 只是还没等他重新站稳身子 战灭羊就搬起桌子 砸了过来 砰 叶凡赶紧一个就地翻滚避开 桌子一声巨响 砸在叶凡刚才站立的地面 瓷砖破碎 桌子裂开 满地的狼藉 叶凡倒吸一口气 这家伙不能硬碰硬啊 不然要吃不小的亏 在叶凡也暗呼 这家伙不止铜皮铁骨 还力量恐怖时 就见战灭羊脚步一挪扑向了他 叶凡没有太多思虑 一脚踹在一张桌子 桌子休一声砸向战灭羊 战灭羊没有躲避 拳头一冲 砰 一记脆响 桌子被他一拳打爆 四分五裂掉在地 叶凡趁机捡起一枪 子弹砰砰砰打过去 想要震碎战灭羊的头 可是战灭羊反应极快 及时扯起一具尸体 就把倾泻过去的子弹 全部挡了下来 偶尔被子弹擦中身体 他也没有看一眼 我靠 叶凡张大嘴巴 难于置信 这家伙是人吗 不仅铜皮铁骨 力量恐怖 还有自主意识 砰 叶凡想要对住他脑袋 再来一枪 可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战灭羊已经扑到他面前 双臂一扫 犀利刺人 叶凡只能伸手一挡 只听一声巨响 叶凡闷哼一声 退后了四五米 感觉双手像是跟钢板撞击了一样 他吼叫一声踢起一把军刀 对住战灭羊冲了上去 刀光霍霍 连绵不绝砍出 面对叶凡的刀锋 战灭羊不但没有后退 反而迎接上去硬碰硬 他双手直接横扫砍过来的军刀 当当 随着一阵脆响 军刀在他的横扫中 一截接一截掉落在地 请客就只剩下一个把柄了 有没有搞错 叶凡一个翻滚跳了开去 满脸震惊 看住手中的刀柄 你那是切割机啊 他虽然预料到冷兵器对战灭羊没用 但没想到如此不堪一击 他原本想要拿兵器打架一番 看看战灭羊的破绽在哪里 结果对方根本不给机会 啊 没等叶凡丢掉刀柄 他又听到一声震惨人心的吼叫 战灭羊的吼叫 好像宣泄囚禁多年的压抑 又像是发颠发狂的前兆 保护好欠解 叶凡对住几个提前混入的屠龙暗卫 吼出一声 随后把剩下的弹头尽数向战灭羊倾斜 接着叶凡就眼睛滴溜溜一转 撒腿就往外面人群冲过去 高音喇叭给战灭羊的指令是杀掉自己 叶凡只要远离公孙茜 公孙茜就有足够安全 他还一边跑一边喊 跑啊 快跑啊 战灭羊失心疯了 战灭羊失心疯了 跑啊 他见人就杀 见人就杀 他跑路的时候还顺便掀翻十几张桌椅 把躲藏的宾客全部曝光 宾客看到战灭羊双眼血红全身金黄 跟怪物一样 顿时啊啊尖叫连滚带爬冲向门口 灵堂再度混乱 哼 见到叶凡跑出灵堂 战灭羊也吼叫一声 像是疯牛一样冲撞出去 他横冲直撞一番后 接着一踢墙壁 身子弹起 宛如炮弹一样落在叶凡前方 只听喷的一声 地面砖石瞬间碎裂 多出十几道蜘蛛网一样的痕迹 看住就让人头皮发麻 羞羞 下一秒 他气势如虹冲向叶凡 好似发疯的野兽 喷喷喷 叶凡 叶凡没有硬碰硬的直对其风 平级身体灵活 在混乱人群中挪移躲避 期间还把能够利用的物体连连踹出 逼战灭羊冲锋身形迟缓 战灭羊见叶凡难于捉拿 神情变得更加愤怒 拳头连连轰出 把砸来物体全部打飞出去 无奈叶凡实在太灵活 战灭羊四处打转 却碰不到叶凡 叶凡期间开过好几枪 但都被战灭羊敏锐躲避 战灭羊的反应 也快得不像话 陈希墨 还战态的命来 还战态的命来 战灭羊 跟我冲 跟我冲 摆脱不了战灭羊 叶凡眼睛再度一转 向不远处的 陈希墨一伙人冲过去 战灭羊嗷嗷直叫 紧跟在后 正带着人 跟总督私兵交火的 陈希墨 见到叶凡带着 战灭羊冲向自己 他脸色马上一变 对住黑三角精锐喝道 弄死他们 手下马上分出一队人 对叶凡和战灭羊射击 秀 叶凡看到他们 转身抬起武器 就瞬间身子一矮 向旁边一扑 后面的战灭羊 彻底呈现了出来 陈希枪手 几乎在同一时间 扣下板击 砰砰砰 无数弹头 向战灭羊倾泻过去 正要侧身去抓叶凡的 战灭羊躲闪不及 身体砰砰砰作响 被打得如风中 麦碎一样摇晃 他的口鼻 也再一次 蹦射出一股浓郁鲜血 啊 战灭羊 蹬蹬蹬退出了好几米 接着双手交叉 挡在身前 他吼叫住硬生生 承受弹头倾泻 随后对住天空 嘶吼一声 下一秒 他不顾枪铃弹羽 直接向射击自己的 陈石枪手冲过去 不毁掉这些 阻挡自己的人 他就无法顺利杀掉叶凡 这怎么可能 陈希墨他们看到 弹头打不死战灭羊 张大嘴巴微微一正 似乎没想到 这世界会有这种人存在 随后陈希墨 打了个机灵吼道 开枪开枪 打死他 打死他 他又调来几个人 对付灭羊 弹头再度如雨水一样 轰向了战灭羊 他们都快要忽视 叶凡的存在了 砰砰砰 面对无数弹头 战灭羊没有在 傻乎乎硬扛 身子抖动了几下 他来了好几个 蛇行走位 避开了大部分弹头 接着又是身子一矮 一个滑行 拉近距离 在陈希墨他们 把枪口一压射击时 战灭羊又一拍地面弹起 战灭羊像是僵尸一样 弹射到陈希枪手人群中 砰 危险暴涨 陈希墨心神一颤 力声喝道 小心 轰 话音还没落下 战灭羊双手猛的一扫 四名陈希枪手躲避不及 直接被扫飞出去 鲜血喷射 砰砰砰 没等他们倒地 战灭羊脚步又是一跳 像是袋鼠一样 蹦出七八面 撞到陈希墨所在的阵营 他一冲 又是两名陈希金锐 马上跌飞 接着一扫 又是三人掀翻 战灭羊看起阴森可爱 出手更是凶猛粗暴 三个动作 就把陈希墨阵营 冲得七零八落 陈希金锐伸手自然不简单 不然也不会被陈希墨 带来参加葬礼了 但面对战灭羊的进攻 他们根本无法对抗 只能拔刀一横 拦在身前 希望能阻上一阻 战灭羊手臂一探 压下五把军刀后 直接拍向其中一人胸口 砰的一声 被拍中的人鲜血狂喷 凌空飞起 重重倒地 半死不活 这个空挡 战灭羊已经抓住他的刀 猛地一挥 一道光芒掠过 四人挥刀横荡 却是胸口间歇倒地 砰 就当战灭羊要对四人下毒手时 陈希墨抬手一枪 子弹射去 战灭羊没有躲避 只是反手一射 脱手的军刀挡下了 陈希墨的子弹 下一秒 战灭羊身子一纵 他扫开三名陈氏枪手后 一把捏住了陈希墨的脖子 咔嚓一声 陈希墨喉咙被活生生捏断 接着大拇指一压 一股鲜血迸射出来 第二千五百一十二章 喝一喝 啊 陈希墨惨叫一声 眸中光芒渐渐消退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死在一国他乡 更没有想到会死在战灭羊手里 他现在很是后悔 为什么要跟张有合作 很是后悔 为什么惦记恶于两个亿 如果前几天拿到八亿 就回去黑三角 他现在还是黑三角 高高在上的金太太 可惜为了黑吃黑鳄鱼的两意 他多留了几天 结果让他掉进了张有有的漩涡 最后被詹灭羊 当成杀母仇人捏死 而他最遗憾的是 自己还没有在叶凡面前展现强大 没有看到叶凡痛哭流涕的场景 可惜再多遗憾 也没有意义了 他要死了 而叶凡还在蹦大 陈希墨人生最后的画面 是叶凡穿住总督卫队的服饰 往前跑路 砰砰砰 此时 同样看到叶凡逃窜的战灭羊 又是一声吼叫 他把陈希墨躯体 往其余陈石枪手身上一丢 随后双腿猛的一弓一弹 如大雕一弹 扑向叶凡 叶凡感觉背后凉镖搜的 顿时全速向恶手灵塘 另一处出入口的总督私兵冲去 前方鹤枪实弹 扼杀出入口 还对着杀包的总督私兵 刚刚把想要冲出去的宾客 全部开枪警告逼回去 接着 他们就见到身穿总督 卫队服饰的叶凡冲过来 叶凡满脸血污 让人无法看清真面目 大人 大人 不好了 不好了 战灭羊失心疯了 战灭羊失心疯 叶凡一边丢掉手里武器 踉枪住前冲 一边对恶手的总督私兵头目吼道 战灭羊死了母亲 妻子被判 族人唾弃 失心疯了 他现在见人就杀 杀兵客 杀黑三角的人 杀张友友 杀金夫人 杀卫队 总督大人的二十名卫队精锐 除了我一个 尽数被占灭羊 他们杀了 占灭羊 还要杀总督大人 快拦住他 快拦住他 千万不要让他去杀总督大人啊 叶凡一边向总督私兵 告知灵塘大战的情况 一边悲愤不已 让他们务必拦住占灭羊 天啊 他也说 湛灭羊疯了 看来湛灭羊 真的失心疯了 听到叶凡这一番话 再想到刚才 宾客同样喊叫湛灭羊 见人就杀 总督私兵 神情凝重了起来 接着领队还大手一挥 派出两人 把看起来重伤的叶凡 搀扶过来 叶凡身上 穿住卫队服饰 手里还丢到了武器 足以让他们信任 砰 几乎是他们刚把自己人 叶凡搀扶到阵营 前方就是一片鸡飞狗跳 战灭羊横冲直撞 来到了阵营前方 看到战灭羊双眼通红 和全身金黄 总督私兵也是吓一跳 本能攒紧了手上的武器 领队更是吼叫一声 战灭羊 灵塘以风 不得善出 战灭羊无视他的吼叫 只是盯着叶凡前行 叶凡健壮站了出来 拿着喇叭喊叫起来 战灭羊 我们是总督的人 我们是绝不会让你 伤害总督大人的 不管你多么位高权重 不管你多么强大 我们都誓死保卫总督大人 请你马上返回灵堂 不得擅自攻击我们阵营 不然我们力杀无赦 听到没有 不准伤害总督 叶凡咳嗽一声 红衣 古尸 千人坟 君临天下 不准伤害总督大人 只是无效 听到叶凡也说出 红衣古尸这些词语 战灭羊面无表情 回应了四个字 毫无疑问 这指令只能启动一次 只是无效 那你就是要杀总督了 叶凡吼叫一声 给我打 总督司兵神情迟疑 轰 就这空挡 战灭羊身子一纵 像是僵尸一样跳出来 他这弹跳相当惊人 一下子就十几米 把众人吓一跳 叶凡夺过一把威冲 就哒哒哒扫射 兄弟们 保卫总督大人 保卫总督大人 弹头尽数往战灭羊脑袋 招呼过去 战灭羊只好双手交叉挡机 接着他怒吼一样 全速扑过来 宛如一头野兽 领队健壮 眼皮直跳吼道 开火 开火 一众总督司兵 马上扣动扳机 疯狂扫射 阻挡着战灭羊靠近 枪声顿时大作 叶凡退后了几步 向战灭羊挑了挑下巴 似乎在说 来啊 来啊 啊 战灭羊被激怒之后 身体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速度 他不仅扯下灵堂一扇钢门 像炮弹一样 砸入了总督司兵阵营 接着又搬起门口 两个阵邪的石狮甩了过去 在砰砰砰的巨响中 十几个总督司兵被砸翻出去 不是头开花 就是骨头折断 趁着火力弱下来的空荡 战灭羊几个蛇形走位冲过去 他一下子落入 总督司兵的阵营里面 领队下意识吼出一声 小心 可是太迟了 战灭羊双手一抓 抓住两名总督司兵 甩入人群 接着趁着混乱冲过去 他还扯起一条 阻挡人群出入的铁链 四处挥舞 铁链呼啸作响 叶凡身体本能后仰 铁链几乎贴住 他的脸颊扫过 叶凡躲开了过去 但其余冲上来的司兵 却纷纷中招 啊 被扫中的司兵 应声跌飞出去 基本上没有生机 四周也多了不少痕迹 粉末碎裂落地 尘埃飞扬 哈哈哈哈 发泄住力量的战灭羊 兽性大发 狂风骤雨挥动铁链 打向了四周 周围留下一道又一道杂痕 触目惊心 冲来的司兵 也一个个被打飞 开出去的弹头 和抛射出去的军刀 也全部断裂掉地 受伤的人 像乌龟一样趴在地 不敢乱动 免得被抽杀 50名司兵分崩离析 死伤惨重 只是叶凡这时又跑了 不好了 不好 湛灭羊失心疯了 残杀总督司兵啊 湛灭羊见状 挥舞铁链又冲了过去 叶凡很前翠地 带着湛灭羊 在四个出入口转了一圈 他利用200名总督司兵 来压制战争灭羊 湛灭羊只想着杀掉叶凡 不管不顾往前追击 半小时下来 四队总督司兵 全被湛灭羊打穿 死了100多人 还有60多人重伤 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湛灭羊也在 总督司兵围沙中 口壁喷血 气喘吁吁 他的力量和速度 几乎降了八成 唯有叶凡龙惊猛 他把湛灭羊 引回到了陈立丸所在的灵堂 兵客尖叫一声 再度跑了出去 叶凡示意公孙茜 他们也可以离开了 轰 看到叶凡终于停下来了 湛灭羊吼叫一声 爆发出最后的力量 他一拳轰向了叶凡 叶凡双手一挡 挡住了湛灭羊的拳头 相较于灵堂时的剧痛 叶凡感觉 湛灭羊现在好像没吃饱饭 轰 被叶凡挡住 湛灭羊也不沮丧 身体猛地一旋 一个转身 反肘硬是突破叶凡的封锁 肘肩无情地撞向叶凡的脑门 叶凡眼睛微微一瞇 手掌一抬 一掌挡肘 挡了湛灭羊这一反肘 只是就这么一挡 湛灭羊就压了过来 砰砰砰 硕大的拳头像炮弹一样点出 叶凡双掌伸出 连连拍打 从容不迫封了湛灭羊水银般的攻击 拳掌不断相交 发出一记记闷响 双方撞击十几回合都没分胜败 湛灭羊忽然吼叫一声 放弃拳弓 右手一伸 想掐叶凡的脖子 叶凡向侧偏头闪过 湛灭羊一脚横扫过来 呼 叶凡脚步一挪躲开 随后猛然暴射之前 一拳狠狠冲出 雷霆万军 湛灭羊没有丝毫退让 相反嗷嗷之叫流淌着兴奋 一拳轰出 硬碰硬 只是还没拳头相碰 叶凡掌心突然打开 一把香灰撒在湛灭羊的眼睛 啊 湛灭羊眼睛一痛 一模糊 速度和力量都失去准头 一拳落空 叶凡顺势一拳打在湛灭羊的心口 虽然没有让湛灭羊中伤 但让他蹬蹬蹬后退了三步 几乎要仰面翻倒 叶凡没有浪费机会 像兔子一样再窜出去 他对住湛灭羊小腿 又砰砰砰抽了十几下 湛灭羊来不及躲避 小腿一软 重心不稳 喷一声倒地 还没等他抹掉眼睛 香灰爬起来 叶凡就抓起灵堂上方 被打烂低垂下来的电线 他对住湛灭羊胸膛 电击了过去 嘖嘖嘖 一阵刺耳的电流声中 不仅叶凡身躯抖动 湛灭羊喉咙也呵呵几声 接着他身躯一挺 四周抽动 被电晕了过去 这一晕 湛灭羊眼睛的血红 身躯的金黄 也如潮水一样褪去 叶凡没有停歇 咔嚓咔嚓几声 折断了湛灭羊四肢 接着他微微偏头 独孤伤 把他绑了 送去华一门 给我老婆喝一喝 第二千五百一十三张 送他一程 两个小时了 灵堂一战还没结束 两个居心叵测的女人 几十个乌合之众 怎么这么难收拾 现在还没消息传来吗 通知卫队 一定要尽量留张友做活口 我要亲自送他一程 距离灵堂不远的 总督临时府邸 铁木青一边把玩着 光溜溜的佛珠 一边看住几张现场 传来的几段影片问道 影片是半小时前传过来的 上面只有灵堂外围 私兵包围 以及灵堂宾客四处奔跑 又被逼回去的情况 但无法看到 里面厮杀的情况 感受到铁木青的不满 一身笔挺制服的孙东良 恭敬回道 灵堂宾客多 还很多大人物 卫队和私兵估计担心误伤 出手就谨慎和小心了一点 不过总督大人不要担心 二十名卫队精锐 再加两百名私兵 苍蝇都飞不出去 我刚才想要叫人 搏接监控看一看 结果发现现场混战 打爆了大部分探头 几个探头 又不敢违背总督大人指令 突破总督卫兵封锁 进去查看 所以只有一些出入口的凌乱照片 无法窥探到灵堂内部的具体情况 不过看时间应该差不多落幕了 倒是总督大人应该加强一点防护 咱们现在身边人不多 万一有什么变故不好应付 孙东良扫视附近的总督卫队和私兵 给出一个建议 扩大的园子中 只有三十名总督卫队 两百名私兵 以及他带来的二十名战兵 三层关卡 看似保护森严 但其实有点单薄 每一层分开来看 没多少人手 铁木青脸上 没有太多情绪起伏 语气带助说不出的霸气 没事 这点人手足够应付了 不管多么强大的敌人杀出 只要我身边这些人 能够扛十分钟 我安排在东营的直升机大队 就能杀到 十六架武装直升机 足够碾压一切天境以下的敌人了 虽然分兵出去两百多人 但铁木青 依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他有三张王牌在手 不在乎被攻击 孙东良记下东营这个讯息 随后神情犹豫着开口 我相信总督大人够强横 但小心使得万年传 我觉得 今天这种恶劣情况 总督大人还是回民 或者民将营地为好 孙东好心劝告住铁木青 我留守在这里 灵堂一战有了结果 我到时第一时间通知总督大人 好了 好了 铁木青不耐烦地开口 这里是冥江 这里是下国 不是战乱之地 遭遇的也不是国战 就是两个女人搞事 能掀起什么风吗 而且你刚才说了 有两百四兵和二十名卫队包围 一个苍蝇都飞不出来 他们都飞不出来了 又怎么能过来伤害我 再说了 我是总督 位高权重 就是站在他们前面 给他们一把枪 有胆子伤害我吗 我在这里弄一个临时指挥所 就是想要看看他们的最后下场 我今天最大的兴趣 就是张有他们结局 他简单粗暴做出了决定 孙战将 你不要扫我兴致啊 对于铁木青来说 这些年都是他算计别人 夏昆仑失踪后 更是他横扫屠龙殿等对手 现在一个外嫁女人 对他玩下三滥手段 还想踩他平步青云 铁木青简直是气笑了 这也让他决定留在现场附近 想看看张有最后的嘴脸 孙东良皱起眉头 可是 看到孙东良还要叽叽歪歪 几个省城陪伴过来的将领 也都出声训斥 行了 老孙 别担心这担心那了 总督大人英明神武 没有人能够伤害他 总督大人卫队和私兵虽然不多 但全是精兵强将 一个打一百 不是你们明江战兵能比的 再加上直升机大队和二十四铁位 几百号人能打你整个明江战区了 有什么好怕的 再说了 总督大人位高权重 谁敢冒出来袭击总督大人 总督大人都说 今天兴趣要看张有下场 你老是扫兴志 做人真是不怎么的 滚下去 滚下去 几个人斥责孙东良 接着还把他挤到一旁 孙东良虽然还是明江战将 位置不比他们低 但孙东良被刘东奇这猴子打过 还差点被押去省城指政总督 所以很多人就把孙东良视为耻辱 再多资历再多攻击也没用 他们也一直建议铁木青 把孙东良这个明江战将撤掉换人 感受到寒冬的孙东良 无奈一笑退到了旁边 他又把二十四铁位置讯息记住 接着连同直升机位置一起发出去 有些事情从不得不做变成了心甘情愿完成 爆 爆 爆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一个杀猪一样的嚎叫声音 接着一辆皮卡车冲到了第一道放线前方停下 车门打开 一个总督卫兵扛着两个总督浑身是血的私兵头目冲了过来 两个私兵头目都是熟悉面孔 是五百私兵中的队长级人物 所以 他们一刷脸 外围私兵下意识闪开 制高点的好几个狙击手也停止射击念头 总督卫兵趁机扛着他们又推进到第二层关卡 在第二关总督私兵要拦截这个卫兵时 卫兵直接把两名私兵头目丢入他们怀里 这一杂 让前来横挡的七 八号私兵不得不接住两名头目 这一阶顿时让他们蹬蹬蹬后退 报 浑身是血的卫兵趁机又撞过了第二层关卡 在最后一层关卡的卫兵冲上来时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这一跪 瞬间消散了禁卫军的警惕 也让他们没再冲上来拦截染穴卫兵 只是没想到 染穴卫兵跪地后 还翻滚了一下 又拉近机密距离 总督大人 大事不好了 母亲横死 妻子被判 当众丢了面子 让湛灭阳失心疯 他凶性大发 不但杀了张友合金夫人 还喊着要杀掉总督大人 湛灭阳说 他落到这个地步 跟总督大人逼迫张友有几栋钱财有关 他要冲出来追杀总督大人 遭受到我们训斥和拦截 结果他凶性大发 直接冲击我们私兵的封锁线 湛灭阳太强大太厉害了 我们两百人轻重武器一起开火 都杀不死他 反而被他打穿了封锁线 二十名卫兵 两百名总督战兵 几乎全被湛灭阳杀了 我看到不对劲 只能扛着两个兄弟跑出来报信了 染穴卫兵趴在地上痛哭流涕 总督大人 你们快跑啊 湛灭阳很快就会杀到这里 第二千五百一十四张环环相扣 什么 张友合金夫人死了 二十名卫兵和两百名私兵全军覆没 听到这一个消息不只是省城大佬目瞪口呆 就是铁木青也微微一正 这怎么可能 湛灭阳有这么厉害 染穴卫兵再度吼道 各位大人 快撤啊 轰 就在铁木青让人联络前方时 他忽然见到门口的皮卡车一声巨响 下一秒 一道火光腾生 爆炸声 磅腹天崩地裂一般 巨大火球冲天而起 掀起的七浪 使周围树木速速而抖 地面磅腹在遭遇地震 无数碎片 倾泻在第一道关卡的总督私兵身上 铁木青他们救的扑倒的时候 第一层的几十名总督私兵 被炸成碎片 身上防弹衣就像纸壶的火柴盒一般脆弱 被强烈的爆炸轰得七零八落 小心 小心 嫡袭 嫡袭 保护总督大人 保护总督大人 爆炸余波还没落下 铁木青身边的人纷纷吼叫 铁木青很快就被十几号禁卫军贴身保护 通知直升机大队 马上赶赴这里支援 铁木青也非常果断 很直接发出一个指令 就在手下手忙脚乱打出电话时 第二层关卡的私兵也纷纷抬起武器 他们没有去营救第一层关卡的同伴 而是掏出轻重武器杀起腾腾恶手 不给敌人趁虚而入的机会 相较于探视受伤同伴的生死情况 铁木青等人的安危更加重要 到时 染血卫兵不顾危险 把裸露出来的两名私兵头目 拖到第二层关卡阵营 他似乎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不让自己带回来的两名私兵头目横死 两名私兵头目也向染血卫兵投去感激的目光 只是染血卫兵没有在意他们的感激 反而像是兔子一样撒腿就往侧边跑去 不少人虽然诧异他的举动 但也没有太在意 觉得他是被吓破了胆子 接着众星又望向了前方 等重浓烟散去后的敌人出现 咔咔咔咔 长枪前身 加特林驾起 威冲攒紧 狙击手交叉压制 第二层关卡攻击变成死亡阵线 铁木青身边的大佬顿时感觉安全 觉得没有一个团打不进来 铁木青突然想起一件事 刚才爆炸是那个卫兵开过来的皮卡车爆炸 身边跟随下意识点头 没错 铁木青脸色聚变 对住第二层关卡的私兵吼道 撤 撤 轰轰 没等他话音落下 躺在第二道关卡阵营的两名私兵头目 突然身躯一颤 接着两剂惊天动地的爆炸再度响起 条件反射扑倒的铁木青他们 正见巨大火焰狠狠撕裂第二层关卡的护卫 枪械 石头 尸体什么的物体 随着强烈爆炸声全部飞上了天 趴在地上的众人能感觉到整个花园被震得嗡嗡乱颤 掀起的气浪使山上的泥土都在速速而抖 彭扶天崩地裂一般让人恐惧 六十多名恶手的第二层关卡 宫颈克七零八落 那原本固若金汤的防卫 以及多年培养的精锐 在两名私兵头目的爆炸中消散大半 十多人当场横死 二十多人受伤失去战斗力 铁木青的目的忽然停滞不前了 他感觉到一股寒意 一股头发都能根根道立而起的寒意 就像是被毒蛇盯住了的青蛙 他眼角的余光 丑相那份危险的来源 正见数十个黑影摸了过来 其中领头者是个大个子 正向他露出亲切的笑容 洁白的牙齿闪烁出视血的光芒 随即 锋利军刀一闪 第二层关卡的总督私兵 被对方劈杀在地上 噗 血落在地上无比鲜艳诡异 在他动手的时候 其余黑衣人也都仰起了手中军刺 齐齐没入第二层关卡的总督护卫 鲜血见度 十几名第二层护卫 连头昏尘都还没散去 就被锋利军刺毫不留情 钉死在地板上 那是秦仓 那是秦仓 有人吼叫一声 屠龙殿杀来了 孙东良 你这个战将做什么吃的 鸣江是你苦心经营的地盘 却连屠龙殿大佬潜入也不知道 秦仓是麒麟营营长 是上我们黑名单的人 他摸紧鸣江 你怎么毫无反应 今天是了 一定撤你的职 拿你查办 快 快保护总督大人 快叫直升机大队 不 再把明江战兵也调来 孙东良 我现在授权给你 准许调动明江战兵前来保驾护航 或者铁木清总督的省城大佬们 一边后撤 一边怒持孙东良情报不到位 孙东良连连点头 拿着手机不断打电话 砰砰砰 这时 几十名麒麟营将士 正把第二层关卡的总督私兵干掉 秦仓则带着十几个人 向第三层关卡冲击 他不断丢出烟雾弹迷惑视线 接着就趁住浓烟冲入敌营 手腕不断抖动挥舞军刀 砍翻几个敌人后 秦仓就拔出两把短枪 砰砰砰向前冲 飞夜的弹光如同流星雨般 肆无忌惮地倾泻而出 精准打入敌人身体 鲜血弹在他的脸上 显得彪悍可敏 十多名跟随的麒麟营将士 厮杀一番后也闪出了热武器 跟第三层的总督禁卫军 来一个短兵相接 狭隘地走道 瞬间变得血肉横飞 砰砰砰 就在双方厮杀激烈的时候 只听半空响起了一阵密集狙击枪声 当铁木青他们正要等待秦仓等人 被一一爆头时 却突然发现狙击枪声中 倒下的是禁卫军 只见一颗弹头在眼前飞射 接着一个接一个禁卫军头开花 请客之间 十几人全部摔倒在地 这也让阻挡的禁卫军攻势一致 阵脚随之乱了 秦仓他们趁机冲进进来 两边夹击中 几十名禁卫军不是额头中枪 就是背后被打穿 很快 第三层关卡全线崩溃 秦仓带着麒麟营将士 如潮水一样涌入 微向退后几十公尺的铁木青他们 一个禁卫军头目 拿着对讲机吼叫不已 混蛋 混蛋 怎么开枪的 怎么开枪的 杀秦仓 杀秦仓 你们怎么杀自己人 他一边吼叫 一边扫事 想要把杀错人的狙击手 揪出来毙掉 砰 只是没等他吼叫完毕 又是一声锐响 一颗弹头打入了他的脑袋 禁卫军头目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直听听倒地了 接着一个声音从对讲机传了出来 不好意思 早就不是自己人了 铁木青身边的人大吃一惊 他们不仅是震惊狙击手 早已经被杀掉替换了 还震惊这个欠打的声音非常熟悉 正是刚才那个杀猪一样嚎叫的染穴卫冰 他们一扫前方 果然发现那王八蛋不见影子 毫无疑问染穴卫冰也是屠龙殿的人 这也就能解释皮卡车 两名重伤私兵头目为何先后爆炸了 这就是屠龙殿丸的把戏 一车 两名伤者 炸开两道关卡 在急急迷惑狙击手进行袭杀 夺取狙击枪后 两面夹击第三道关卡 步步为营 环环相扣 让铁木青身边的人震怒之余也震惊不已 没想到屠龙殿有这种人才 铁木青也对住对讲机喝出一声 你是什么人 砰 几乎是话音落下 染穴卫冰就把狙击枪丢给几个麒麟营战兵 而他从制高点轻飘落了下来 他一抹鲜血露出了五官 正是叶凡 秦苍和麒麟营将士瞬间致敬 看见殿主 第二千五百一十五章 你身败名列了 殿主 听到秦苍和麒麟营将士喊叫 铁木青等人大吃一惊 什么 你是屠龙殿主 他们目光齐刷刷望向了叶凡 怎么都没想到这个狡猾无比的家伙 是夏昆仑 他们以为是屠龙殿的某个战将 没想到是屠龙殿主亲自清零 他们一个个神情复杂 堂堂殿主 不好好待在大本营会所嫩魔 冲到一线拼死拼活 简直是脑子进水 倒是铁木青又死死盯着叶凡 你真是夏昆仑 他是看过夏昆仑真面目的 所以对叶凡现在样子 有着一丝疑惑 没等叶凡出声回应 秦苍板起脸 对铁木青怒吼一声 混账东西 夏殿主尊号 是你区区一个总督能叫的吗 殿主如不是夏昆仑 能调动我和麒麟营将士 殿主如不是夏昆仑 能从容潜入明江布下杀局 殿主如不是夏昆仑 能把你铁木青从省城又至明江 殿主如不是夏昆仑 能把你灵堂的两百私兵打穿 还破你三道关卡来到你们面前 只有英明神武的夏殿主 才有这种能耐 这种手段 把你们收拾到这个地步 叶凡是秦苍的偶像 是他的再生父母 而且叶凡这些日子的行径 也让秦苍叹服不已 所以秦苍容不得任何人 对叶凡有半点不敬 叶凡咳嗽一声 秦苍低调低调 铁木青挤出一句 我印象中 夏殿主不是这个样子的 声线和身材 好像都有点出入 秦苍差一点 就抬手一巴掌过去了 混账东西 夏殿主现在这个样子 你还好意思说 如不是你们天下商会 当初联手袭击夏殿主 让夏殿主坠海失踪 失去记忆三年 他哪会是现在这样子 海水浸泡多日 内伤难于治疗 流落异国他乡 水土不服 看人脸色 还要天天搬砖讨生活吃 不好喝不好 每天更是回忆自己回忆的 头痛欲裂 殿主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能想起自己身份 已经是他强大精神 和身体支撑 换成其他人 这样煎熬三年 只怕早就 人不人鬼不鬼 三年啊 三年 你知道店主这三年 怎么过来的吗 知道吗 秦苍像是愤怒狂士一样怒吼 他的脑海浮现 带着伤势 瘦了几十公斤的夏昆仑 吃着馒头 喝着自来水 在横城工地天天搬砖 想到堂堂店主这样艰苦 秦苍就心如刀角 也对铁木青一伙人恨之入骨 叶凡再度咳嗽一声 秦苍 过去了 过去了 一伙省城大佬 被秦苍骂得哑口无言 不敢再多嘴说话了 同时 他们也感受到了危险 夏昆仑过去三年 过得这么苦 对他们肯定充满着仇恨 今天怕是凶多吉少了 他们本能看向了铁木青 铁木青脸上 没什么情绪起伏 只是把玩着佛珠开口 秦苍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夏殿主当初被人袭击坠海 不是你们屠龙殿内讧 不是战金风一伙所为吗 跟我铁木青有什么关系 我从来没有参与 也不清楚这一件事 倒是你们屠龙殿 今天杀死我 不是私兵和卫队 需要给我一个交代 铁木青喝出一声 不然就算有国主庇护 我也会不惜代价 拉你们屠龙殿下马 叶凡淡淡出声 铁木青 游戏玩到这个份上了 还狡辩就没什么意思了 说话之间 四周又是一阵脚步声 杨夕月带着几十号人压过来 清除完整个园子的他 带着敬畏队 把铁木青一伙人又包围了一遍 双方实力彻底分明 一边是叶凡为首的 近两百名装备精良的屠龙殿精锐 一边是铁木青为首的五十多人 这五十多人还鱼龙混杂 六七的大佬 几个庸人 十几个卫兵 十几个副将秘书文员 以及十几个名将战兵 实力和人数都非常悬殊 一堆省城大佬脸色难看 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问中之鳖 叶凡又冒出一句 铁木青 别装疯卖傻了 直接决战吧 什么装疯卖傻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铁木青冷笑一声 还有 我那不是狡辩 而是要一个公道 而且我清清白白 没有半点出格之事 就算你是屠龙殿主 你也不能胡乱抓我 铁木青露出了强势的一面 还有一无意拖延着时间 清白 公道 叶凡大笑一声 好 就给你清白 就给你公道 来人 宣罪 叶凡一声令下 后面很快走上一队人马 正是阴姬飒爽的杨夕月他们 杨夕月啪的一声 打开一个圣旨一样的卷状黄布 声音轻悦又激昂 在园子响起 铁木青 你犯下七宗罪 一 你目无王法 缩令张友带领的 你特为拦截刘东奇调查组 二 你凶残诚信 指令旗下特为追杀前去 提取刘东奇的西境将士 三 你贪脏物 利用手中职权买卖官爵 收取高达五百亿钱财 四 你养扣为患 为了彰显功绩 打倒平步青云 多次放掉辖区凶徒 五 你拥兵自重 利用公款 还未按规定换养八千 配备先进武器的私兵 六 你残害同僚 只是孙东良带兵血洗江边别墅 残杀我几百屠龙殿将士 七 你雇凶杀人 你多次安排境外拥兵 鳄鱼他们袭击你的对手 杨夕月大意凛然 落地有声 把一项项罪名 向铁木青毫不留情砸过去 一众省城大老厅的嘴角 牵动不已 呼吸急促 全都嗅到了剑拔弩张的兆头 铁木青前的这些事情 在场众人几乎都知道 但这样撕破脸皮喊出来的 屠龙殿却是第一个 叶凡上前一步 铁木青 你最大恶极 没得辩驳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么跪下来乖乖投降 接受正义和人民的审判 要么被屠龙殿将士就地歼灭 还下国一个朗朗乾坤 他喝出一声 铁木青 你认罪吗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 铁木青不致可否回应 你们说的七宗罪 我却没有钱过 全是你们捏造出来的 我敬重国主 敬重王室 也敬重屠龙殿 但我不会傻乎乎 被你们肆意污蔑 更不会被你们任意宰割的 所以我不会向你们屠龙殿 轻易屈服的 就算我真的有罪 也该是行政院拿出铁证 撤我的职 拿我去都城查办 而不是你们屠龙殿抓我 铁木青昂起头 没有对叶凡他们屈服 他这样一强势 不仅身边的省城大佬 挺直了腰板 最后几十名护卫 也都杀气腾腾 铁证自然有 而且现在已经向全国公布了 叶凡手指一挥 铁木青总督 你身败名裂了 第2516章 这才是暗兵 杨夕月马上打开一台平板电脑 丢在铁木青面前 明江乃至下国新闻全都炸了 上面播放两个视频 一个是张友 缩时特位 维欧刘东奇等人 一个是总督特位 疯狂追杀杨夕月等人的影片 那份嚣张 那份跋扈 那份不可一世 淋漓尽致展现在众人面前 影片上还有大量录音和总督首令 明确显示铁木青就是唆使者 而且屠龙殿还用公函从地豪银行那里 调取出铁木青涉及黑钱被冻结的账户 三百多亿金额刺激着民众的眼球 下国子民一个个吼叫铁木青下台 还要把他绳之于法 看到滔天的民意 不止省城大佬感觉凉嗖嗖的 铁木青也是脸色巨变 他手指一点叶反吼道 混账东西 你敢这样对我 这样一公布 铁木青再有靠山再怎么周旋 也要被冷藏一段时间 对于他这样位高权重的人来说 罚酒三杯已经是对他的天大侮辱 而且他已经想通了 叶凡能够有这些视频 说明刘东奇和阳西悦都是他的社局 目的就是要拿到他唆使特为 胡作非为的铁证 这种对手主动算计的行径 让铁木青非常不舒服 非常讨厌 八宗罪 叶凡一笑 肆意冒犯英明神武的屠龙殿主 也就是在下 严重挑衅王室的权威 铁木青怒笑一声 无知家伙 你以为这样就能够扳倒我吗 叶凡文言不仅不慢上前 看住流露杀鸡的铁木青笑道 铁木青 其实我早就可以公布影片 让你身败名裂 但一直忍着没有公布 为的就是不给你东山再起 因为我知道你底蕴深厚 背后还有天下商会庇护 让你身败名裂 撑死换一个穷地方做总督 对你是不会有太大实质伤害的 所以我才设局把你从大本营 骗到明江来 唯有我屠龙殿把你拿下 公布视频之余 对你最快速度审判 终结你的总督生涯 你才会彻底失去价值 为了这一天 我可是忍耐了很久 叶凡语气完位 你说 我付出这么多 能不能把你扳倒 你 铁木青脸色再度一变 没想到自己来明江也是一个局 一众省城大佬 也是微微张大嘴巴 暗呼夏昆仑失踪三年 不仅没有变蠢 反而比以前更厉害了 叶凡继续打击着铁木青的心理风险 你这次来明江 一共带了五百名私兵 五十名卫队 五百名私兵 其中两百名在灵堂挂了 两百人在三道关卡死伤惨重 还有一百在直升机大队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直升机大队估计来不了了 所以 你身边就剩下这几十号人了 叶凡问出一句 这种资本 你还要反抗吗 铁木青脸色一寒 你怎么知道我直升机大队的位置 身边众人也都大惊小怪 没想到直升机大队这样一张王牌 还没用上就被端掉了 这叶凡的情报也太精准了 这也让不少人变得惶恐起来 没了直升机大队这杀手锏 今天怕是真的凶多吉少了 叶凡撇过孙东良一眼后开口 从你来明江那一刻起 屠龙殿就把你盯得死死了 在 我刚才带着人攻击你的三道防线时 我的另一队人马也控着直升机大队 老铁 大势已去 别死撑了 叶凡诱惑住铁木青 好好配合 我给你养老的机会 哈哈 铁木青文言狂笑不已 养老机会 你当我三岁小孩好欺骗 哼 毁我前途 扣我罪名 还要我投降做狗 你觉得可能吗 而且自始至终以来 天下商会跟屠龙殿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我如落在你手里 就算屠龙殿不杀我 天下商会也会弄死我 所以今天要骂你打死我 要骂我打死你 铁木青手指一点叶凡吼道 不会有第三个结局 叶凡一笑 行 那我就打死你 打死我 你还不配 铁木青喝出一声 没了直升机大队这一张王牌 我还有24铁位 要杀我 没这么容易 几乎是话音一落 人群中的卫兵 庸人 秘书 助理 乃至几个省城大佬 同时踏了出来 他们一改被包围的惶恐不安 双手对住叶凡 秦仓和杨西悦一抬 双臂露了出来 左臂有着暴雨梨花针 右臂有着黑色毒液 这些东西近距离的杀伤力 比枪弹还厉害 秦仓他们显然也意识到 这玩意的厉害 但抬起热武器 却没有马上射击 叶凡见状淡淡出声 总督大人 有点意思啊 不只把铁卫 变成各种柔弱角色 出其不备 还配置毒针毒液 近距离大杀器 他竖起大拇指开口 我高看你一眼了 铁木青看住叶凡冷笑一声 24桶暴雨梨花针 一桶是1000枚毒针 24桶就是24000枚 每一桶射成18米 覆盖范围90平方米 毒液取自眼镜王蛇的毒液 一旦全部释放 能够迅速填充大半的宅子 不仅能够吃缓人的神经 还能让人在没有 解药情况下迅速死去 夏昆仑 你们虽然厉害 手里武器也比我们强 但大家死磕 你这些部将 估计活不到十个人 所以今天 大家只能各自安好退去 你要抓我 等下辈子吧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尽管试一试 看看你们能不能 躲过毒针和毒烟 还有 你们就算要是 也要快一点 孙东良已经调动了 明江战兵 他们估计很快就会抵达 大部队一来 你不仅没有抓我的机会 还可能会被我反杀 铁木青意气风发 识趣的 就赶紧滚蛋吧 我为了把你拿下 准备了那么久 现在灰溜溜离去 太丢人了 叶凡上前一步笑道 所以 无论如何 都要把你拿下 铁木青怒笑一声 那你试试 二十四名铁卫踏前一步 目光凌厉盯着 叶凡等人 摆出随时同归于尽的态势 七 八名总督卫兵 也抬起手上的武器 几个省城大佬 还对躲在后面的 孙东良他们吼道 孙战将 快 快带着你的人 举起枪一起战斗 总督大人他们战死了 你们这些人也活不了 他们看不起孙东良 和身边十几个 明江战兵 觉得这些人 都是乌合之重 无法跟总督精锐相比 但现在生死关头 多几个炮灰 多一点力量 孙东良一抬手 身边十几名战兵 抬起武器 铁木青盯着叶凡喝道 夏昆仑 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滚蛋 还是死磕 无数毒针和毒液指着叶凡 叶凡一笑 你有暗卫 我也有暗兵 秀 几乎是话音落下 孙东良砰的一声 一枪打在铁木青背部 十几名名将战兵 也同时扣下板击 哒哒哒 秘籍子弹 全部打在总督的 24名铁卫后背 鲜血剑度 第2517张额领风 秘籍枪声中 24名总督铁卫 全部背部中枪 摔倒在地 十几号没穿护甲的人 当场见血惨死 几个穿了防弹衣的铁卫 则被大量弹头 震伤五脏六腑 喷血倒地 只是没等他们 发动手上的毒针和毒液 秦仓他们就 砰砰砰打爆了他们脑袋 几名端住威冲的禁卫军 也被狙击手 毫不留情点名 当枪声落下的时候 铁木青身边 所有持血的护卫 都统统横死 现场就剩下几个省城大佬 和助理一片茫然站住 背部重弹的铁木青 也半跪在地 孙东良 显然是窥探过 铁木青防护的人 这一枪不偏不倚 打在护甲下方 让保护岩尸的铁木青 背部见血受伤 全场一片死寂 全都震惊 看住孙东良 显然很多人都没想到 孙东良会背后 铜铁木青刀子 把铜归淤尽的局面 扭转了过来 孙东良 你干什么 你敢带人袭击 总督和铁卫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你这个叛徒 总督大人 也是你能够算计的 等住满门抄斩吧 几个位高权重 省城大佬反应了过来 对住孙东良 就是破口大骂 虽然局势急转而下 他们全都处于险境 但多年的高高在上 还是让他们 止不住叱骂孙东良小人 砰砰砰 没有半点废话 孙东良又是扳机一扣 一连串弹头 倾泻了出去 几个省城大佬 来不及躲避 惨叫一声 纷纷重弹倒地 孙东良没有停歇 对住他们脑袋 又是一阵点射 几个省城大佬 彻底一命呜呼 铁木青阵营彻底只剩下铁木青一个人 随后 孙东良就丢掉了枪械 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也一声不吭 他像是个犯错的小孩 也像是完成任务 等待惩罚的罪人 总之 他杀完总督安卫和省城大佬后 就散去了所有獠牙 秦仓和阳西悦带着人冲上来 端起武器 对准了铁木青 我输了 铁木青缓冲完背后的疼痛 盯着全身湿透的孙东良 他的目光久久盯逝 呈现一抹平静 像是第一次认识这家伙 接着铁木青看住他 轻声抛出一句 直升机大队的位置 36名铁卫的存在 只怕也是你泄露出去吧 孙东良 你对我一向忠心耿耿 你今天怎么这样捅我刀子 你能回答我为什么吗 你忠诚了我十余年 替我做了无数脏事 你曾为了我立功 身先士卒跟海盗血冰七场 你曾经为了保我性命 先后两次替我挡了子弹 你为了替我拔掉 明江屠龙殿支持者 冒天下之大不寒 血洗了两大豪族 还夺取了他们财富 你更是率领总督金锐 起出三十多名屠龙殿探子 然后一一把他们枪毙在 明江的滔滔江水旁边 我铁木青能有今天的成就和财富 你孙东良功不可没啊 你替我干这么多坏事 杀这么多人 你算得上我铁木青屈指可数的功臣 而我铁木青也没有怎么亏待过你 我让你从一个小兵 变成了明江战将 让你从身无分文 变成家财万贯 你对得起我 我也对得起你 怎么今天就要背叛我 就要捅我刀子呢 铁木青目光淡漠 又不甘地看住孙东良 孙东良没有出声回应 只是像鸵鸟一样趴在地上 他的态势依然呈现恭敬 他的举动依然招式卑微 可是铁木青知道 摧毁自己几十年基业的最大祸首 不是屠龙殿 不是夏昆仑 而是他 关键时刻一把毁掉他两张王牌 让铁木青连还手机会都没有 吹入近来的封建大 冷着所有人的心 看到铁木青愤怒又不甘的样子 叶凡大笑一声缓缓开口 铁木青 你错了 孙东良不是叛徒 他也从来没有背叛过你 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屠龙殿的探子 是我亲手安排在秘密战线的黄金探子 为了最大限度遏制天下商会 也为了能够随时掌控你们动向 我筹建屠龙殿开始就安排了秘密探子 我派出能力不凡又值得信任的 探子不择手段打入天下商会 没错 我摊牌了 孙东良就是我派去打入你身边的人 他是你铁木青的孙战将 但更是我屠龙殿的鹅领风 叶凡咳嗽一声 是的 孙东良代号鹅领风 对叶凡来说 现在就把孙东良卸磨杀驴 远远不如把他绑在自己船上继续利用 而要让孙东良心甘情愿卖命 自然要让他感觉前景可期 所以叶凡直接给了孙东良一个潜伏的剧本 什么 孙东良是屠龙殿探子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一个消息 不知铁木青目瞪口呆 秦苍和阳西悦等人也是震惊不已 连孙东良也眼皮直跳 这些年 鹅领风不容易啊 叶凡把趴下地上的孙东良搀扶了起来 为了大业 为了还下国清明 他违背自己行事准则 忍辱负重来到你铁木青身边 为了取得你信任 为了得到你重用 他替你挡子弹 替你干脏事 替你血洗自家人 他身处 与你 心陷痛苦 但始终不忘初心 哪怕我被天下商会 袭击坠海失踪三年 孙东良依然不忘记自己的使命 他一边替你卖命 赢取信任 一边收集你罪证 等待我归来 他相信 黑暗再长也会过去 就如光明再迟也会到来 你的七宗罪 很多就是孙东良给我提供的 我今天能够这样把你拿下 他也功不可没 所以 你没什么好埋怨的 孙东良更谈不上对你背叛 叶凡落地有声 他是我屠龙殿最忠诚的勇士 也是下国最持心的子民 天啊 他是鹅领风 他是这样的人 这个贪财好色 染血无数 跟天下商会绑定颇身的家伙 是屠龙殿探子 铁木青微微张嘴 看住孙东良 杨夕月也是精神恍惚 他怎么都没想到 昔日跑去仓库叫板店主 还带兵包围江边别墅的孙东良 是自己人 孙东良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 他努力回想过去的一幕幕 想要找到孙东良跟叶凡演戏的痕迹 但一丝破绽都没有 他不由感慨叶凡和鹅领风真是牛叉 浑然天成 秦苍也是更崇拜看住叶凡 店主是店主 多年之前随手不下一枚棋子 就能取得拿下总督的收获 他一下子想起孔子的话 天不声我下昆仑 下锅万古如长夜 鹅领风 我宣布 你 使命完成 立即恢复身份 叶凡一把握住孙东良的手喊道 欢迎回家 秦苍和阳西悦他们也都齐声喊道 欢迎回家 第2518章 战灭阳被偷走了 店主 孙东良被叶凡这样一握一晃 眼里泪水顿时哗啦啦直下 他被叶凡这一番话感动 他觉得自己真是的秘密探子 为了祖国和信仰忍辱负重多年 他感觉自己黑暗的人性瞬间光辉起来 孙东良也喜欢这一个光明结局 而不是被叶凡威胁背叛的无奈 此刻别说替叶凡卖命了 就是替叶凡挡子弹 他都会毫不犹豫 孙东良 叶凡对助孙东良一声令下 我现在命令你 带着本店主护国利剑 带领明江战兵远赴省城 用最快速度给我控制总督府 然后把铁木青在天南行省的余孽 全部挖出来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一个都不能漏网 他喝出一声 能不能完成回归身份的第一个任务 叶凡不只要明江 还要天南行省 有钱有枪有地盘 他才能更好跟铁木商会抗衡 报告店主 孙东良趴一声挺至身躯 我有花明册 保证天内在无天下商会棋子 他也算是铁木青的心腹了 对铁木青的部署自然一清二楚 叶凡很满意 好 六万名将战兵 你带三万人去省城 遇见任何阻挡或反抗的人 全部格杀勿论 三天之内 我要所有不和谐的声音消失 叶凡大手一挥 行动 孙东良恭敬敬礼 带着名将战兵要离去 叶凡看住铁木青 也对杨夕月他们一挥手 把罪犯铁木青抓起来 就地审判后关入屠龙殿大营 铁木青是天下商会核心 叶凡不会随便弄死他 不然对不起他掌控的天下商会秘密 是 杨夕月恭敬的回应 带着人要把铁木青抓捕 哈哈哈哈 夏昆仑 孙东良 你们很强大 雷霆毁掉我两张王牌 就在这时 铁木青突然一扫穷途末路的悲凉 像是一个疯子一样放生狂笑 可惜你们不知道 我还有第三张王牌 这张王牌 就是我自己 你们想要毁掉我铁木青 没这么容易 我铁掌十八世 铁腿水上飘练了三十年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哈哈哈哈 在杨夕月他们下意识一压武器时 铁木青嘶吼一声 双手猛地用力 砰的一声 纳克打在他背后的弹头 突然被他逼了出来 当的一声 弹头打中至高点的狙击手 让他掉下来 下一秒 铁木青一拳打在地面 轰 地面一晃 碎裂成几十块 震飞了几十名屠龙殿将士 秦仓和孙东梁也脚步一须 差一点摔倒 接着弹射而起的铁木青 又直挺挺坠地 一压地面 地面再度一震 无数碎片汇聚成长龙 冲向了叶帆 秦仓吼叫一声 十六虎位 保护殿主 夏坤仑重新回归屠龙殿后 秦仓担心夏坤仑将来又遇见危险 没人舍命保护 而且他对豪族出身的杨夕月 始终存在着芥蒂 所以他挑选了一批人暗中训练 为的就是 关键时刻可以踢叶帆 近距离挡子弹 杀敌 四 当叶帆身子一侧避开碎片时 十六个身影 从叶帆身周身边闪出 十六把斧头 齐齐出鞘 寒光消杀了整个花园 十六名虎位已经一跺地面 身体腾空而起 他们似了一件又似闪电 直挺挺向铁木青射出 斧头光芒将空地幻化成一片浮海 斧风划破空气 隐隐传出凄厉之声 叶帆喝出一声 要活口 死了的铁木青一文不值 秀 如此气势 铁木青却视而不见 情绪没有半点波动 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 只是双手一握 咔嚓咔嚓 双手多了一层护臂和手套 一道白芒闪过 十六名虎位顿赶一股威压扑来 那样的力道 那样的威势 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 连想都想不到的 别说是前进冲锋 即使移动一下都十分困难 十六人下意识持至脚步 秀 铁木青手腕一抖 又是一道白芒闪出 十六人脸色巨变 斧头一封 挡住铁木青的手套 当的一声 十六人倒飞出六公尺 随后他们忙一拧腰身 使出千斤坠 落地后又连续倒退竖步 堪堪稳住被鱼力推着的身形 十六个人十六把斧头 齐心协力才挡住铁木青一手 铁木青吼叫不已 没有人能挡住我的 秦仓又是吼叫一声 砍他 话音落下 十六人齐齐出一声长笑 下一秒 他们脚步一挪 十六人站在原地的残影 还没有消失 他们的身体 已到了铁木青的境前 秀 他们是大力尘的 砍向铁木青脑袋 速度极快 一连串的动作 快到出人类肉眼的锁急 也快到人脑 无法做出反应的地步 铁木青冷笑一声 抬手向上一挡 当 十六个人十六把斧头 一击正中目标 强悍的斧头气劲 割痛住不少人的脸 只是他们虽然激得结实 但他们没有感到喜悦 粉末散去 只见铁木青 屹立在原地 毫发未伤 他的双手挡住了十六把斧 杀 一击未中 十六人马上动作 身体一转 十六把血量的斧头 围绕铁木青身周左右 不停旋转攻击 斧头好像在他周围 布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铁木 不时有寒光从中射出 闪电一般刺向铁木青浑身要害 只是所有攻击 都被铁木青从容挡下 杀 又是一轮攻杀无效后 十六名虎卫几乎同一时间飞跃而起 足足窜到半空三米高 接着他们身形猛然停顿 时间好像随之停止 接着 十六把斧头交织在一处 组成一张寒光四射的斧头网 至上而下 向铁木青的头照去 全部给我滚 见到十六人死死纠缠自己 铁木青怒吼一声 双臂一举 迎着斧头乘出撞去 砰 一声巨响划过园子 随后秦仓和阳西月就看到 六人被铁木青扫出数公尺开外 接着又是四人跌飞 途中清晰可见鲜血喷出 没等他们倒地 又是四人砰砰砰摔出来 在秦仓和阳西月下意识要射击时 铁木青又抓住两名虎卫砸了过来 在阳西月他们人仰马翻的时候 铁木青右手再度一仰 他把完的那串佛珠射飞出去 打在地面喷喷喷作响 爆射出刺鼻的白烟 趁着白烟迷惑枪手失线 铁木青身躯一潭 跃入了园子的湖泊中 他踩着湖泊水中的石墩 啪啪啪踏了过去 显然他要跑到湖泊另一边翻墙出去 只是还没踏出几步 只听身后传来了叶凡的声音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接着 铁木青背后轰一声脆响 无数暴雨梨花针倾泻过来 铁木青脸色俱变 双手一扬 身上一件衣服向后一甩 衣服啪啪啪挡住照向他的毒针 只是没等铁木青继续前行 叶凡又抓着两桶暴雨梨花针击射 铁木青只能再度脱掉一件衣服横挡 只是刚挡完 叶凡又拿出三桶击射 铁木青又脱 叶凡又射 铁木青再脱 叶凡再射 夏昆仑 你这个小人 小人 当叶凡按下石桶暴雨梨花针时 脱无可脱的铁木青只能转过身来 他一边怒骂住叶凡的卑鄙无耻 一边把双臂挥舞得跟风车一样 可仍避不开铺天盖地的毒针 只听身上当响个不停 接着肩膀 手脚 叶下一痛 全身一马 铁木青只听倒在了石墩上 叶凡没有让秦苍他们马上下去抓人 只是又拿起眼镜蛇的毒烟倾泻过去 你大爷 铁木青马上从石墩弹射起来要跑路 只是太迟了 毒烟打在他光溜溜的身上和脸上 不仅涌入了他的口鼻 还让他肌肤公顷变得乌黑 无耻小人 铁木青愤怒对叶凡吼出一声 你不是夏昆仑 不是夏昆仑 夏昆仑没这么卑鄙无耻 话还没说完 他就身躯一晃 这次彻底倒在了水里 口鼻还咕噜灌水 叶凡挥挥手拿来一把枪 让人把铁木青从水里勾起来 接着砰砰砰四枪打断他四肢 不亲手废掉对方 叶凡不放心 带回去 叶凡丢掉武器向阳西悦他们发出指示 屠龙将士一涌而上把铁木青拿下 叮 就在这时 叶凡手机震动了起来 他戴上蓝牙耳机接听 很快 耳边就传来独孤伤的声音 叶绍 战灭羊在机场被唐若雪的人卧龙凤厨偷走了 第2519章我也集一个人 叶凡让秦苍他们把铁木青带回屠龙殿基地 迅速审判作使铁木青罪名 接着他就开着车子 旋风一样回到了河边别墅 独孤伤他们带着战灭羊去机场 结果在机场出入口 被一群国外游学归来的幼儿园小朋友围住 他们纷纷抱着独孤伤要合照 在独自一人 他们手忙脚乱应付时 凤厨就把装着战灭羊的箱子提起就跑 独自追上去 结果遇见卧龙阻挡 交战一番后 卧龙跑掉了 凤厨也失去了踪影 叶凡一边暗骂唐若雪无耻 一边安排一个任务给独孤伤电话 半小时不到 叶凡就看到坐在轮椅上晒太阳的唐若雪 竖住长发 穿住家居服 不复存在的咄咄逼人 而是多了点甜蛋跟柔和 只是叶凡没有心情欣赏这女人的另一面 冷着脸冲过去喝道 唐若雪 你这白眼狼 叶凡还没来得及发飙生气 唐若雪就仰起了手里的手机 旺凡 看到没有 这是你爹爹 快 快喊爸爸 再不喊 你爸爸不要你了 他把手机横在了叶凡的面前 手机里面正通住视频 视频一端 是唐风花和唐旺凡 唐旺凡穿住厚厚的衣服 手舞足蹈喊住爸爸 爸爸 你大爷 叶凡恨不得一脚踹飞唐若雪 但最后没有在唐旺凡面前发飙 他换上一张温和的脸 笑着跟唐旺凡打招呼 好好付此子笑了一番 十分钟后 叶凡挂到了电话 发现暴怒情绪被削减了很多 他直接把手机砸入唐若雪的怀里 唐若雪 你不只是白眼狼 还是一个小人 我千辛万苦救你一命 你不好好感谢就算了 还把我冒险拿下的湛灭羊偷走 偷走了 不好好道歉和把人还回来 还搬出儿子来缓冲我的怒火 叶凡喝出一声 你要不要脸 唐若雪拿着手机打开儿子相册 一张一张翻阅着 你说错了吧 我这是善解人意 我知道你心里憋屈 我就让儿子安抚你情绪 让你暴怒削减大半 这不是为你助想吗 如不是我让儿子缓冲你的怒意 你现在不是砸烂了这屋子 就是大吼大叫失去了风范 唐若雪漫不经心开口 这对你夜神医很不好 这么说你还是大功臣了 叶凡怒笑一声 我的怒意怎么来的 不就是你抢走湛灭羊来的吗 唐若雪瞥了叶凡一眼 什么叫抢 那就急 叶凡盯着女人出声 不跟你废话了 承认是你把人弄走就行 我不管你是偷是抢还是急 你把湛灭羊弄走了 你就必须给我还回来 叶凡不耐烦开口 赶紧的 让卧龙凤厨给我还回来 还给你没问题 但不是现在 我需要急用湛灭羊一个星期 唐若雪看住叶凡回应 一个星期后 我一定把它完完整整还给你 不行 先不说一个星期变数太多 风险太大 叶凡毫不犹豫拒绝 就算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也不可能让你拿走他一个星期 湛灭羊最大的价值就是时效性 要趁热从他嘴里挖出东西 以及让宋红颜拿去上位 唐若雪语气淡漠 没听到我的话吗 这人我有用 你有用关我什么事 叶凡手指敲击着唐若雪的轮椅 而且湛灭羊对我来说更有用 我要把它交给我老婆 叶凡态度坚决 这是我送给我老婆的元旦礼物 懂不懂 唐若雪靠在轮椅上不耐烦的回应 得了 别装了 什么元旦礼物 你这是要把湛灭羊交给宋红颜 断了唐黄谱和陈元元 揪出黑衣人的机会 也给他积攒更多的上位资本 唐若雪一眼看穿叶凡的样子 在我面前 你就不要装模作样掩饰了 没错 湛灭羊就是捏死唐天昊 他们的神秘高手 叶凡也很是痛快 我就是把湛灭羊送给我老婆 了却他给三只高手报仇的心愿 唐若雪冷笑一声 了却报仇的心愿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实质就是抬高声望上位 叶凡没好气地回应 人是我抓的 你管我和红颜用来干嘛 听到叶凡这句话 唐若雪脸上有着一丝戏谑 你看 狐狸露出尾巴了吧 当初在唐元霸葬礼的时候 你不是信誓旦旦 宋红颜不会上位吗 不是喊住要砍我脑袋吗 这才过去多少天啊 宋红颜就凶向毕露 我早就一眼看穿宋红颜想要上位门主的野心了 你还小白兔一样天真说 他绝没有这种想法 结果呢 他一边在大家面前装出与世无争 一边让你远赴下国 揪出凶手战灭养你 一拿下战灭养 他就要你火急火燎送去龙都 你回答我 宋红颜不想着上位 要着凶手干什么 唐若雪对叶凡嗤之以鼻 打我脸 现在自己被打脸了吧 叶凡语气清冷 唐皇谱和陈元元可以找凶手守上位 我老婆一样可以找凶手给死去的人公道 就算是上位 也没什么好指责的 只能说唐皇谱和陈元元他们不争气 没我老婆速度快 拿下神秘杀手 我老婆不愿意上位是一回事 众望所归 黄袍加身又是另一回事 叶凡提醒一声 再说了 凶手是我锁定的 人是我抓的 怎么处置我说了算 唐若雪怂怂肩膀回应 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 咱们今天对话之前 我相信你和宋红颜说的不想上位 我也觉得应该尝试着相信宋红颜 于是我就先让卧龙奉厨借走湛灭阳 送给唐夫人拿去宣告上位了 这样不仅能让湛灭阳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 还能不让宋红颜为难逼不得已上位 他补充一句 所以湛灭阳要一个星期才能还给你 叶凡喝出一声 唐若雪你不要胡搅蛮缠 唐若雪很是认真的看住叶凡 我没有胡搅蛮缠 是你在恼羞成怒 如果你早点跟我坦白送红颜也要做门主 那我今天肯定不会让人借走湛灭阳 可惜啊 你们表里不一 最后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他提醒一声 你们好好反省一下 下次千万不要这样虚伪 不然还可能会出意外 叶凡气笑了 你抢走我的人 反倒变成我的不是了 唐若雪转动着轮椅离开 借 行 你这么喜欢借 我也急一个 叶凡拿出了手机淡淡开口 来人 把轻仪给我从医院借走 然后送去华系给我挖煤 唐若雪瞬间停了下来扭头喝道 你敢 你能急 我也能急 这湛灭阳你借走就急走 甚至我不要你还了 叶凡来到女人面前 俯视着他一笑 不过轻仪我也急走 也是一辈子不还 第二千五百二十张公子来了 叶凡把唐若雪收拾了一番 让他今天之内 把湛灭阳送到宋红颜手里 不然他就永远地借走轻仪 让他一辈子去几百米的井底挖煤 也让唐若雪一辈子都见不到他 唐若雪很是恼怒 叶凡的卑鄙无耻 不断喝叫叶狗子变了 但他最后还是只能拿出电话 吩咐卧龙凤楚改变计划 唐若雪知道叶凡早就看不惯轻仪 也就清楚 叶凡真会让轻仪挖一辈子没 所以他只能妥协 在叶凡寻思 要不要气鼓鼓的唐若雪 也送回龙都时 秦汤突然打来一个电话 说在军用机场出事了 叶凡没有废话 最快速度抵达了明江军用机场 在军用机场的一号区域 一架屠龙殿专机前方 剑拔弩张 秦汤带着几十名屠龙殿将士 护着要押送铁木青离去的专机 他的对面是一批身穿防刺服 还鹤枪实弹的黑衣人 叶凡戴上夏昆仑的面具走了过去 秦汤 发生什么事了 看到叶凡出现 秦汤盲松一口气回道 店主 我们按照你的指令 要押送铁木青罪犯回营地审问 结果被一伙占部调查科的人拦住了 他们说他们也是奉命过来调查铁木青 他们也要把铁木青带走 我们不允许 双方就对峙起来了 秦汤把情况告诉叶凡 他们还用占卜权限停飞了我们专机 靠 天下商会的人来得真快啊 叶凡暗呼一声 随后望向了带头的黑衣人 一个鼻孔朝天的包牙汉子 屠龙殿做事 你们闹什么闹 叶凡喝出一声 不知道我们在执行重大任务吗 阻挡我们是不是想死啊 包牙汉子盯着叶凡出声 下殿主 我们知道你身份 也知道屠龙殿能耐 可我们也是职责在身 不得不执行上风的指令 我们收到指令 铁木青勾结战部后勤 倒卖几百吨物资 还牵扯到黑心棉等案子 这严重损害了战部和三军将士的利益 五元甲大人要我们前来拿下铁木青 回去都城审问 尽快从他口中挖出相关人员 然后把他们绳之于法 挽回战部的重大损失 如果不赶快从铁木青嘴里挖出同伙 他们很可能潜逃或转移资产跑路 到时不仅无法让他们受到惩罚 也会无法向前线动伤动死的几千将士交代 事关重大 还请下殿主把铁木青交给我们 包牙汉子砸出铁木青一连串的罪名出来 还给足了抓人的理由 但脸上却不以为然 他对冻死冻伤的前线将士也没什么感同身受 毫无疑问 他们前来主要目的就是把铁木青带走 以及杀人灭口 这也意味住铁木青身上有着不少天下商会的秘密 不然一个试图毁损 四肢打断 身败名列的铁木青 哪里还可能入得天下商会的法眼 叶凡能断定 铁木青一落到包牙汉子他们手上 估计一分钟都不用就会暴毙 不过叶凡还是绽放一个笑容 和颜悦色对包牙汉子他们开口 听你们这样一说 铁木青确实罪大恶极 也确实该去占卜受审 不过铁木青也牵扯到几百屠龙殿将士的血债 以及公布出来的七宗罪 所以屠龙殿需要先把他带回去审问 我可以答应你们 三天后 我亲自把铁木青送去占卜 叶凡先礼后兵 不行 包牙汉子出声 我们接到的指令就是把铁木青马上带回去 叶凡一笑 此时此刻 包牙汉子点头 此时此刻 叶凡又是一笑 如果我们不教人呢 包牙汉子冷冷出声 我们只能对屠龙殿无礼了 啪 叶凡脸色一沉 一巴掌把包牙汉子打飞 没等对方站起来 叶凡又是一个剑步上前 一巴掌一巴掌打过去 啪 谁给你胆子对屠龙殿无礼的 啪 身为战部调查课的人 不知道屠龙殿权限第一吗 啪 无论是警署 战部还是武院 条令跟屠龙殿相冲 都必须以屠龙殿为主 啪 好生好气跟你说话不珍惜 非要我抽你才过瘾是不是 啪 滚 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顺便再警告一次 下次再赶挡屠龙殿的路 再赶进飞屠龙殿的战机 我弄死你 你信不信 就凭你们现在挡屠龙殿的路 我毕掉你们 占卜一个屁都不敢放 另外去告诉武院甲 这件事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不然我改天去都城找他要交代 叶凡还把包牙汉子身边的黑衣人 也都抽了一遍 蜜 包牙汉子他们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们想要发飙 但想到对方是夏昆仑 又不敢还手给对方找击杀借口 呜 就在这时 两架武装直升机 护着一架白色直升机飞了过来 然后停在了机场一个角落 舱门打开 先钻出十几个武装汉子 以及六个先锋倒骨的老者 这架势 不止让秦舱他们微微皱起眉头 叶凡也感受到一丝压力 接着 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青年 带着几个男女现身 西装青年一米八 五个子 疯腰 长腿 长相帅气 很有贵族的风范 他的双手还戴着六枚 形状不一但质地一致的戒指 公子 公子 包牙汉子他们忙纷纷让开道路 还毕恭毕敬对来者喊道 叶凡撇过对方一眼 瞳孔微微一缩 他认出对方就是情报上所说的天下商会少主 雄国九公主未婚夫 铁木精 叶凡淡淡一笑 想不到这么快就跟铁木精见面了 不过也是 铁木精如此重要 一旦被屠龙殿带走 对天下商会很大危害 下殿主 适可而止 铁木精晃悠走到叶凡的面前 风轻云淡说出了这七个字 叶凡冷笑一声 公子这是在威胁我吗 铁木精不敢 铁木精对叶凡一笑 不过这是占卜的意思 王室的意思 也是我父亲的意思 把铁木精总督交给我带走 天南行省的总督位置不要动 再把叛徒孙东良交给我 这明江一亩三分地 可以让下殿主说了算 下殿主非要一意孤行的话 我担心三年前的坠海一幕会再重演 铁木精很是直接地威胁着叶凡 叶凡毫不客气地哼出一声 十军之路 中军之势 我下昆仑做了这个屠龙殿主 就注定会给国主分忧 铁木精最大恶毒 不可能放他回去 更不会让你杀人灭口 掩饰天下商会的各种罪行 天南行省和明江 已经被我拿下 不需要天下商会来施舍 孙东良是我屠龙殿的忠义之士 我也是绝不可能丢他出去牺牲 叶凡针锋相对 所以你们现在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再挡我屠龙殿的路 休怪我无情 下昆仑 铁木精脸色一寒 信不信我们让国主这一把刀 撤了你杀了你 不管是谁 要撤殿主要杀殿主 得先问问十万屠龙殿将士 答应不答应 秦仓踏前一步 汉不畏死吼道 谁敢动殿主一根毫毛 我就抱着他一起死 混账东西 怎么跟公子说话的 铁木精身边一个轻衣女子 脸色一寒 移形换位 缩地成寸 瞬间气到秦仓面前 他一抬手就掐向秦仓的脖子 快如鬼魅 迅猛无比 只是支架还没碰到秦仓的脖子时 叶凡左手一抬 秀 一缕光芒一闪而逝 扑得一声 轻衣女子身躯一颤 眉心见血 重重倒地 第二千五百二十一张针锋相对 扑通一声 轻衣女子直挺挺倒地 冷冽的脸颊上 残留着猙獰 但眸子中有着震惊 他似乎没有想到 自己会死在这机场 更没有想到 会被叶凡一招秒杀 最憋屈的是 他死都没有看清 叶凡是怎么杀死他的 只是再多的不甘和愤怒 他也最终闭上了眼睛 临死的最后一瞥 是秦苍不以为然的眼神 似乎早知道店主 不会让他放肆 轻衣女子这一死 全场先是一片死寂 接着顿时乱成一锅粥 几名天下商会精锐 第一时间护住了铁木精 六名背负双手先锋道骨的老者 也打了一个机灵 修修爆射过来压阵 包牙汉子他们也是手忙脚乱 拔出武器指向了叶凡和秦苍他们 两架武装直升机 更是打开武器 两艇加特林和四枚火箭指向了叶凡 他们原本对叶凡的不置可否 全都变成神情凝重 如临大敌 谁都没有想到 坠海三年的夏昆仑 不仅没有变成废物 反而伸手更吓人 而秦苍也带着屠龙殿将士 拿着武器 横在叶凡面前给他挡子弹 虽然人手和火力都不如对方 但秦苍他们依然无惧 夏昆仑 你敢杀我家娃娃 铁木精也很是意外被叶凡秒杀 要知道这轻易女人可是他三朵金花之一 每一个不仅富白貌美长腿 还一个个赤心忠诚 伸手卓绝 色诱 杀人 更是三朵金花的擅长之处 但没想到 这样一个骁勇善战的女人 被叶凡轻飘飘杀掉了 这让他非常震惊 但暴怒很快压过了惊讶 他狭长毛子迸射一股寒芒 夏昆仑 当着我的面杀我的人 你好大的胆子啊 叶凡脸上没有什么波澜 缓步从后面走到前面看住铁木精 屠龙殿的存在 不就是灭掉天下商会和各大门阀吗 我杀掉你身边一个不懂规矩的玩物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再说了 我连战惊风都弄死了 杀着女人有什么大不了 叶凡很直接的威胁一句 逼急了我 我连你铁木精都敢杀掉 他还迅速扫视对方一眼 如果不是铁木精看起来有两下子 以及身边高手和精锐不少 他都想直接干掉对方 可惜他现在实力欠缺了一点 干掉铁木精容易 但全身而退机会不大 一旦死磕 六个老头和两架直升机相当致命 即使他叶凡能脱身 秦仓他们也必死无疑 所以叶凡最后压制弄死铁木精的念头 连我都杀 铁木精文言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挥手制止要动手的包牙汉子他们 夏昆仑 坠海三年不仅不让你夹着尾巴 反而让你变得狂妄自大了 先不说你有没有杀我的实力 就算你有 甚至我站住不动 你敢出手杀我 你信不信 你杀掉我的当天 天下商会掌控的百万大军 就会血洗屠龙殿 你和屠龙殿将士的家人亲朋 也会尽数被我爹赶尽杀绝 但凡有人支持你 有人对抗天下商会 统统打穿 你不要忘记 我爹当年跟你说的 但凡屠龙殿杀掉我 他就要屠龙殿十万将士陪葬 就算这个陪葬 会让这个昔日的文明古国处处战火 他和天下商会也不会在乎 铁木精望住叶凡 应笑一声 所以你有胆子动我 别给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叶凡语气淡漠 只要我找到弄死你的机会 我一定往死长 他又不是真正的夏昆仑 杀了铁木精 生灵涂炭 血流成河 关他什么事 他哪管自己走后 洪水滔天 不过叶凡也算了解 夏昆仑和屠龙殿 以前为何没有斩首行动啊 原来是被铁木刺华和铁木精 用家国情怀 生灵涂炭 道德绑架了 夏昆仑不想看到屠龙殿 和天下商会引起战火 让无数百姓流离失速 哀鸿遍野 始终不敢下重要 这也导致屠龙殿这些年 只会想着怎么遏制天下商会 而不是雷霆万军的铲除 可惜 这个致命弱点随着叶凡出现 就再也不存在了 夏昆仑 你也就过过嘴瘾 铁木精对叶凡的话嗤之以鼻 给你十个胆子 也不敢杀我 你让你身边的枪手 和六个老头退后五百米 再让两架武装直升机飞出这机场 叶凡不知可否回应 你看看我敢不敢弄死你 不相信的话 试一试 铁木精刚想说 试一试就试一试一试 但看到还热的轻衣女子 就散去念头 她将来是要当王的人 没必要跟叶凡这种莽夫冒险 想到这里 铁木精上前一步喝倒 别再给我废话了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铁木精和孙东良给我交出来 把人交出来了 你杀我女人的事 我当作没发生过 我还可以把明江留给你 大家继续和和平平相处 一年半载 她的眸子有着阴冷 不然我就要跟你 就账心账一起算了 叶凡文言冷笑一声 就账心账一起算 怎么 昔日偷偷摸摸地下手 变成现在大庭广众狙杀我了 你忘记我夏昆仑是什么人了 我是屠龙殿主 我是国主清典大臣 你当众对我不敬还喜机 那可是人人的而诸之地判过大罪 我 知道你铁木精是司马昭 但司马昭没坐上王位之前 始终是个臣 叶凡对铁木精喝出一声 还是你铁木精现在就要造反 铁木精嘴角牵动不已 随后冷笑开口 夏昆仑你不要乱扣帽子 我天下商会从来没说过要造反 相反我们对国主忠心耿耿 还是众所周知的保龙一族 夏国人均收入能暴涨三倍 能够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能让夏国成为三大网络强国之一 天下商会功不可没 你有的冲突 一直都是私人恩怨 一直都是两大组织的恩怨 他将来是要做国主的人 是需要人心和口碑的 嘴里不能挂住造反让人反感 私底下可以肮脏卑鄙 但明面上还是要道貌岸然 叶凡大笑一声 铁木精 你真没有谋反之心 真的敬重王室 铁木精拍拍胸膛 一颗赤心 天地可见 始终的就好 叶凡淡淡一笑 跪吧 他次来一声扯掉了外衣 露出了气势磅礴的八龙袍 第二千五百二十二张扶我一下 全场见状又是一计 铁木精一伙人全都嘴角牵动不已 谁都没想到 他们被叶凡绕进去了 更没有想到 这混蛋随身穿住八龙袍 这不仅让叶凡的身份再度凸显 也让拿住武器指着叶凡的人神情难堪 拿刀枪指着八龙袍可是大不尽之罪 一片沉寂中 叶凡缓步走了上去 对住铁木精淡淡一笑 怎么 铁木精少爷不认识这衣服 这可是八龙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国主亲赐 剑袍如剑王 他提醒铁木精一句 你们要跪的 秦苍和屠龙殿将士起声喝道 剑王不跪杀无赦 剑王不跪杀无赦 排山倒海的吼叫中 包牙汉子他们神情犹豫 一边看住铁木精 一边低垂着枪口 相较于铁木精这个早有反心的主子 他们脑子多少还是有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思想 他们可以不惧怕屠龙殿主 但不能不敬畏这八龙袍 看到叶凡意气风发 铁木精哈哈大笑一声 夏昆仑 你还真是变了 当初的你最不屑这样仗势欺人 更不会穿着八龙袍 招摇过世 没想到今天却穿出来吓唬我们 他流露一丝失望 看来你也活成了你自己最讨厌的人 别废话了 赶紧带着你的人下跪 叶凡冷笑一声 你刚才可是说过 你对王室忠心耿耿 现在如果贱王不贵 你就是阴阳嘴脸 我把这些监控公布出去 你铁木精就会千夫所指 哪怕将来真的登顶了 也会背负一辈子骂名 叶凡目光锐利盯着铁木精 而且也能让国主和王室看看 你写在脸上的造反行径 他寻思让铁木精下跪后 有没有机会拿下 铁木精依然没有被叶凡吓到 昂起头迎接着叶凡的目光 哈哈哈哈 夏昆仑 你不要给我扣帽子 也不要故意陷害我 我从来没说不尊重王室 也没说过贱王不贵 只是很不好意思 夏国子民要对你跪拜 但我铁木精不需要 因为我有大夏王界 说完之后 他啪的一声一抖双手 露出六枚做工精致的戒指 赫赫生辉 威严十足 在你坠海失踪的三年里 大夏王室铸造了十枚至尊王界 专门奖赏给有功之臣 两枚给了东西两镜之王 一枚给了五院零零七 还有一枚在五大帅手里 而我独得六枚 六枚王界 等于六个单书铁券 我带着他们能够自由出入王宫 能够进到国主十米距离 能够免死自己和直系亲属六条性命 我还可以见王不贵 别说你下昆仑 就是见到国主 重工再深的 我也不需要下跪 等我再拿到两枚王剑 凑齐替天寻寻回赛 如阵清零 我还可以绕过战步调军八十万 你区区 一剑八龙袍 想要吓唬我 想要我下跪 做梦 铁木精很是得意看住叶凡 不过心里还有一丝遗憾 可惜八龙袍和护国利剑 不在自己身上 不然自己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叶凡望向了秦仓 十大王界 秦仓轻轻点头 示意铁木精说的是真的 他也确实拿到了六枚王界 也就是说 我让你跪步了 你也让我跪步了 叶凡挥挥手 行 那今天算平手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叶凡原本还想着怎么拿下铁木精 现在却恨不得让对方赶紧滚蛋 比人比枪 差对方一劫 连装插的八龙袍也奈何不了人家 估计要拿到护国利剑才能压一压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实力不如人家 平手 谁跟你平手 铁木精看住叶凡冷笑一声 我用王界要人 你用八龙袍护人 你能先斩后奏 我也能先斩后奏 筹码一样 但实力不一样 我现在人多枪多 我要带走铁木精 你拦不住我 铁木精声音一沉 给你十秒钟把人交出来 不然我直接抢人了 抢人 叶凡也目光灵利起来 铁木精 我对你一让再让 一忍再忍 不是我怕你 而是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 为了生灵不涂炭 我才一再好生好气跟你和谈 如果你因此觉得我软弱可欺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告诉你 失踪三年 我伸手不但没退 反而大进 如今的我 早已经能一人敌万人 叶凡暴和一声 我一怒之下 杀掉你们 甚至血洗天下商会 都绰绰有余 那就让我试试你的厉害 铁木精也是滚刀若鹤道 来人 带走铁木精 胆敢反抗杀无赦 包牙汉子他们文言 马上拿着武器踏前压上来 武装直升机 也轰隆隆地启动 四个先锋到鼓的老者 更是从后面暴射过来 扑向叶凡准备缠住他 羞羞羞 只是没等秦苍 和屠龙殿将士动作 也没等包牙汉子他们 大打出手 四缕光芒一闪而逝 四名老者脸色巨变 齐齐暴退 但还没退出几步 他们就身躯一颤 接着扑通扑通从 摔在地上 四人全部咽喉见血 一声惨叫都没发出 他们就脑袋一歪 失去生机 死不瞑目 叶凡拿着一把刀 跳到他们中间笔划 还有谁 他当的一声 用刀点在地上 呼 一股冰冷的风吹了过来 不仅让四名老者变得更凉 也让包牙汉子他们 停止全部动作 连铁木巾也僵直了 发号施令的手 一个个全都震惊不已 心底发寒 他们难于置信地 看住四名毕命老者 怎么都没有想到 四人被叶凡一招杀掉 如果说叶凡一招杀掉 轻衣女子 有可能是趁着对方轻敌大意 偷袭成功 那四名老者被叶凡一招干掉 就再也无法认为 叶凡是运气使然了 这可是保护铁木巾 十几年的大内高手 六个先锋道鼓的高手 昔日全是戴刀侍卫 保护上一任国主几十年 从来不出一点差错 新任国主上位后 他们怕遭受清算 就跳入天下商会阵营 随后他们就被铁木刺划 保护铁木巾 这项保护就是十几年 先后化解多次仇人袭杀 算得上铁木巾的铜墙铁壁 和一把好刀 如今却被叶凡轻飘飘秒掉 这怎能让他们震惊 看住拖着刀昂首挺胸的叶凡 铁木巾他们的脸上 已经不是凝重 而是心底发寒了 剩下的两名先锋道鼓老者 更是紧紧贴住铁木巾 不可一世的脸上流着汗水 他们此刻已经不是想着 怎么收拾叶凡了 而是想着怎么保护铁木巾 全身而退 四人都被秒杀 剩下的他们两个 估计不够叶凡塞牙缝 铁木巾口前蛇躁 夏昆仑 你杀了四老 叶凡声音低沉 十秒钟 你再不滚 你也要死 没有人发现 叶凡的巴龙袍已经湿了 叶凡这些日子不断提升自己 但屠龙之术始终卡在五发 五发一过 他精气神就被抽空了 索性努力提升还是有效 让他用完屠龙之术不会马上晕倒 饶是如此 他也脚不虚伏 只能拖着一把刀支撑 叶凡对住铁木巾喝道 十九八七 混蛋 铁木巾还想要叫嚣 但看到死去的四老以及轻衣女子 最后摇摇嘴唇 行 今天我认在 但我告诉你 这事情没完 他不想让铁木巾从手里漏走 但也知道此时叫板不起叶凡 如果死磕 以叶凡现在的实力 只怕会轻飘飘捏死自己 而且铁木巾发现 不止包牙汉子 他们失去了斗志瑟瑟发抖 就连剩下的二老也死死抓着他的衣服 两名先锋盗鼓的老者 不仅没有悲愤同伴的横死 还拉着他不让他冲动去报仇 这再度证明叶凡的强横 所以铁木巾决定暂时忍耐 走 铁木巾一声令下 带着人返回白色直升机 夏昆仑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说完之后 他就喷一声关闭舱门离去 包牙汉子他们也都汗流加倍纷纷撤离 很快 机场又变得清静起来 秦藏高兴不已 一边吩咐手下赶紧起飞 押送铁木巾离开 一边跑到叶凡身边感慨 店主 你这怕是天静伸手了吧 不然怎能一招秒杀四老 你怎么不把铁木巾他们全部留下呢 你啊 就是太顾虑我们生死 顾虑天下苍生 不想撕破脸皮 生灵涂炭 他叹息一声 可司马昭一日不灭 夏国始终会有大姐 叶凡淡淡出声 秦藏 过来 秦藏靠前几步 店主 有什么吩咐 扶我一下 第二千五百二十三章 你有了 从机场出来后 叶凡给叶震东打了电话 提醒他们盯好铁木巾 不要被天下商会探子 悄悄弄死了 他今天跟铁木巾 已经撕破脸皮 还急着屠龙之术 唬住了对方 叶凡相信铁木巾和天下商会 暂时不敢找自己会起 但他怕对方启动死事 把铁木巾弄死了 打完电话后 叶凡又让秦藏带人去支援孙东梁 免得他在天南行省出什么意外 这可是他手上唯一捅兵六万的战将 没这个班底 屠龙殿以后就搞不了阵地战 只能玩各种偷偷摸摸的行径 秦藏很快就带着七零营 到天南行省支援 而叶凡看看天色已暗 也摘掉面具融入茫茫人海 戴上面具是工作 摘下面具是生活 回到河边别墅 公孙倩已经回来了 正在厨房做饭 唐若雪坐在大厅沙发上 脸色依然阴沉 显然还在耿耿欲怀叶凡的威胁 叶凡也没有在意他的情绪 走过去落坐在一张单人沙发 大大咧咧问道 湛灭阳有没有让卧龙凤厨 交给我老婆的人啊 他拿起一根香蕉吃起来 这个点应该到神州边境了吧 唐若雪眼皮子都没抬 语气哄而出 夜神医位高权重 手可通天 杀法果断 还做事没有底线 小女子哪里敢不听你的指令 把湛灭阳交给你家老婆大人啊 凤厨三十分钟后 会抵达港城鱼人码头 你让你老婆派人等着就是 不过你要记住 湛灭阳我给你了 你就必须把轻衣还回来 不然我跟你拼命 轻衣保护她这么久 还一起出生入死多次 在唐若雪心中分量十足 事情是你搞出来的 怎么说的好像你很无奈一样 叶凡咬了一口香蕉 放心吧 在我这里 十个轻衣也不如一个湛灭阳重要 唐若雪冷眼看着叶凡 希望如此 对了 我看新闻 湛灭阳合章有出事后 铁木青也被屠龙殿拿下了 叶凡提醒唐若雪一事 下国官方宣告了他七宗罪 估计铁木青这辈子都出不来了 地豪银行冻结的铁木青资金可以解冻啊 这样不仅方便下国官方做事 还能让地豪银行赚个人情在下国落脚 忙活了一场 叶凡寻思给屠龙殿弄点经费 毕竟屠龙殿现在金库资金严重不足 十万将士 十万张嘴 一人一天三十块钱 伙食要三百万 一个月单单吃饭就要一个亿 这都逼得叶凡不好意思挥霍了 倘若雪白了叶凡一眼 铁木青的资金怎么处理 我有分寸 不需要你指手画脚 叶凡坐直身躯问道 你该不会想着黑吃黑吧 我告诉你 那笔钱是白的 你不能 小人之心 倘若雪哄讽讽一声 你以为我是你啊 什么钱都叹 这几百亿 我有分寸 只要屠龙殿依照规定赵程序做事 我连本带戏给他们 他的眼里闪烁一抹光芒 心里想着卡一卡这笔钱 让夏昆仑亲自现身来找自己 叶凡靠回沙发 希望如此 对了 你现在伤势好了不少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 我估计过几天 要去天南行省的省城出差 怕是没时间 留在明江照顾你了 我觉得你还是早点回笼都好 趁着伤势恢复这段时间 好好陪一陪忘帆 明江基本盘已经打好 叶凡要趁热打铁 拿下整个天南行省 他也清楚这一行动 必然会有不少危险 连带着唐若雪和公孙茜 都可能遭受到攻击 所以他希望唐若雪滚回笼 都免得添乱 你去做你的事情 我的事情我有自己安排 唐若雪神情多了一丝不耐烦 挥手让叶凡不要多管自己的事情 来夏国这么久 地豪分行没搞起来 夏昆仑没见到 反而是他和清姨九死一生 这让向来好强的唐若雪很不甘心回去 叶凡把娇皮丢入垃圾桶 站起来拍拍手开口 说得我好像很喜欢离你一样 如不是念着忘帆那点关系 我才懒得离你死活呢 行 你有自己安排就自己安排 我过几天和倩姐离开明江 去天南行省 你要留在这里自生自灭 还是飞回龙都 自己决定 说完之后 叶凡就转身进厨房 去帮公孙茜的忙 在厨房 叶凡看到燃气炉上熬着汤 案板也摆着切好的菜 公孙茜却在小阳台上浅偶 一副很是辛苦的样子 叶凡忙走过去问道 倩姐 怎么了 公孙茜轻轻轻摇头 不知道 突然有点不舒服 就想要呕吐了 我尝试着自己诊断自己状况 可我半桶水的医术却诊断不出来 公孙茜呼出一口长气 没事 你不用理我 我不会有事的 我来给你把脉 叶凡上前几步 握着公孙茜的手腕诊断 片刻后 叶凡故意咬着嘴唇板住脸出声 倩姐 恭喜你 你有了 有了 什么有了 公孙茜先是一愣随后大惊小怪 什么 我有了 这怎么可能 难道咱们上次真的发生关系 你担心我心理压力就骗我没有 公孙茜脑子一时不够用 随后又伸手制止叶凡 别说话 让我回味一下 不 是想一下 那次我被秘书他们灌酒喝醉 你把我带回来 我失去理智 脱掉衣服 我缠住你 你把持不住 然后咱们就那样了 第二天醒来 你看我有罪恶感 有心理压力 就骗我什么都没发生 我也以为没发生 结果那一晚猪胎暗结 到了今天就藏不住了 公孙茜搬着手指算起来 神情既呆萌又震惊 一脸抓狂 然后他一把抓住叶凡 在叶凡以为他要兴师问罪时 公孙茜却一脸诚恳开口 叶凡 你放心 这孩子 我生下来 但不会缠住你的 是我犯的错 我自己负责 我会永远躲在夏国 不会让你和宋总为难的 相信我 你可以来看孩子 但我不会带着孩子 去打扰你们的 不过我想问问你 如果有了孩子 到时叫什么名字呢 跟你姓 还是跟我姓 如果一不小心生了双胞胎 倒是我要不要辞职待人 他是吃夏国的奶粉呢 还是神舟的奶粉 上平民幼儿园 是机关单位好呢 还是国际双语教学 看住脑回路跟常人不同的公孙茜 叶凡差一点大笑出来 忘记一试了 生了孩子 满月酒 不可能四处请人了 但可以叫几个要好的闺蜜 吃顿饭 算了 大家都不容易 红色炸雷就算了 不过或紫嫣和金志愿 不能放过 这两个阿姨当初在海市说过 我将来有孩子了 他们一人给一个亿红包 两个亿 不多 不及网红补的税 但也能将就住用 不过 请闺蜜团也不行 他们如果问起孩子父亲 我倒是不好回答 说是你的孩子 宋总不高兴倒是其次 就怕紫嫣和志愿他们 也逼你来一个 但不说你孩子 说别的男人孩子 我又不喜欢要不 满月酒不请了 可不请 又有点遗憾 毕竟孩子一辈子 就一个满月酒 公孙茜纠结得要死 哈佛出来的高材生 能历清生意的账 却离不顺生活的账 听 在公孙茜痛苦满月酒 请谁的时候 叶凡实在忍不住了 好了 茜姐 开玩笑了的 没有怀孕 没有孩子 咱们真是清白的 叶凡笑道 我看你前偶 我就寻思逗你一下 没怀孕 没有孩子 逗我 公孙茜又是一愣 随后又羞又怒 王八蛋连结也拿来寻开心 我揣死你 我揣死你 公孙茜对住叶凡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只是看似虎虎生风 但落在叶凡身上 却棉花一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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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凡象征性的配合叫了几下 随后他忙喊出一声 茜姐 汤滚了 溢出来了 溢出来了 公孙茜忙放过叶凡去厨房看火 这笔账没完 我一定要跟你算 叶凡连连点头 日后再说 日后再说 先看火 看到汤锅吃作响 公孙茜只能先忙住煮饭 细耀一试 只能日后再说了 叮 也就在这时 叶凡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戴上耳塞 耳边很快传来了杨夕月的声音 店主 红衣古石千人坟 那个人有线索了 第二千五百二十四张 诡异如斯 在叶凡收起 跟公孙茜打闹的情绪时 杨夕月的报告 全部传了过来 叶绍 我按照你的吩咐 把灵堂出现的人 全部查了一番 我还调看了 灵堂方圆五百公尺的 各种摄影机 我发现一个黑衣老者 很大几率 是打晕我们兄弟 还霸占广播室的人 也就是喊出红衣 古诗 千人坟 君临天下的那个人 他是在你指控 张友友的时候 悄无声息抵达 然后在战灭羊 对你袭击的时候 迅速离开 他撤离的时间点 恰好在铁木青 封锁灵堂的前一分钟 拿捏时间 可谓非常到位 而且 我们在搜寻灵堂附近的时候 在一个垃圾桶 发现了一套黑衣服 只是他的穿着 跟前来参加葬礼的宾客 几乎一样 加上戴了帽子 口罩以及面具 我们无法识别他的五官 所以想要确定 他的身份和来历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杨夕月把调查出来的情况 告诉叶凡 黑衣老者 叶凡眼睛微微眯起 把他监视器截图发给我 很快 杨夕月就发来几个目标 匆匆而过的影片 真是这老家伙 叶凡看出这些视频 很快确认 对方就是丛林出手 解救唐若雪的黑衣老者 身上绽放出来的淡墨气质 以及眼神 以闪而示的犀利 都证实两者是同一个人 这老头 这老头为什么要救唐若雪 他跟唐若雪是什么关系呢 他又为什么要杀自己 自己好像跟这老家伙 没什么深仇大恨 可没有恩怨的话 为什么会给湛灭羊 这杀人机器下指令 干到自己 而他跟湛灭羊 又是什么关系呢 黑衣老者又拿什么 控制湛灭羊 还有一个 黑衣老者这种厉害人物 隐藏自己气息和尖锐 一点都不难 但他却两次绽放锋芒 好像不在意他捕捉 也好像故意引导 一个个念头 在叶凡脑海中浮现 只是他始终找不到答案 叶凡转身望向了 大厅的唐若雪 这时 杨夕月又冒出一句话 探子又传来一个讯息 用大数据 又捕捉到黑衣老者 一丝踪迹 几个小时之前 他在明江一个码头出现 搭乘了一艘渔轮离开 他给了一个去向 方向好像是神州的港城 港城 嗯 港城 叶凡脸色微微一变 挂掉电话冲出厨房 对唐若雪喝道 湛灭阳是不是送去港城了 唐若雪皱起眉头出声 不是送去港城中转 送去哪里 湛灭阳这身份 不经过港城这个国际中级站 根本不可能去龙都中海等地 我也没有这么大能耐 让湛灭阳这样身份的人 直飞龙都 而且这送去港城 也是我跟宋红颜协商敲定的 唐若雪哼出一声 你老婆都同意在港城交接 你有什么好怨言 叶凡追问一句 是不是卧龙凤厨一起护送 唐若雪脸色有些难看 冷笑一声 感情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一句都没听进耳朵里 是不是 我说了 我让凤厨压着湛灭阳去港城了 一个四肢被你打断的人 凤厨的伸手押送 绰绰有余了 而且凤厨是一个神医 有他看住 湛灭阳想要自行了断 都不信他 不耐烦回到 你就放心吧 湛灭阳一定会活生生 交给宋红颜的人 叶凡再度追问 卧龙没跟住回去 唐若雪不置可否 卧龙有其他任务 而且要暗中保护我 没有跟住回去 轻易受伤 凤厨压送 卧龙再回去 我就真是光感司令 没人保护了 你这么火急火燎 签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唐若雪把遥控器 丢在桌子上 宋红颜又有梦额子 叶凡回了唐若雪一句 卢额你大爷 马上通知凤厨 高度戒备 叶凡拿出了手机 可能有高手要抢人 我要再安排一些人手过去 有高手要抢人 唐若雪翘脸一变 随后寻找手机 叶凡你这王八蛋 原本卧龙凤厨拿着战灭羊 好好的 你非要用轻仪逼迫我 把战灭羊给送红颜 结果让敌人钻空子 我告诉你 凤厨最好不要出什么事 不然我跟你没完 他真的气死了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港城鱼人码头 凤厨从一艘鱼轮下来 他拖着一个黑色箱子 缓缓前行 接着朝约好的六号仓库 走了过去 前行途中 他还看了看箱子上面的 氧气含量 确认战灭羊 不会闷死在特制的黑色箱子里 他很不想把战灭羊 交给送红颜的人 但他也知道 唐若雪或轻仪的处境 所以最后来到港城交人 在不紧不慢的脚步中 凤厨很快就来到了六号仓库 门口停着五辆黑色商务车 车子清一色的两地招牌 还是连号 这让凤厨确定 送红颜的人来了 只有送红颜 才有这种惊人的能量 当 凤厨没有过多停留 泼着箱子 就推开了虚眼的铁门 一抹灯光照射了过来 让凤厨微微眯起了眼睛 接着他又下意识停下了脚步 他不仅嗅到了浓郁的血腥气息 还看到仓库 倒着二十多名颂视精锐 死不死不知道 但全都没有了动静 这让凤厨瞬间绷紧了神经 秀 在他要拖着箱子后撤的时候 一抹危险感 让凤厨猛然回过头来 他双眼电一般地 向幽暗的门口望去 视野中 多了一个戴着口罩的 灰衣青年身影 他一脸平静地看住凤厨 目光没有杀意 却有着无尽深邃和浩瀚 好像一个得到多年的高僧一样 而他手里把玩的饭珠 也昭示他跟饭家 有着密切关系 这家伙是什么人 难道是唐皇璞的人 可唐皇璞怎么可能知道 湛灭阳身份以及这次港城交易 而且他隐约觉得这家伙有点熟悉 念头中 凤厨手里无声无息滑落手术刀 你是什么人 门被堵住 他清楚随时要恶战 灰衣青年淡淡开口 人留下 你走 凤厨追问一声 你是唐皇璞的人 灰衣青年 与其依然保持着平和 把人留下 凤厨冷漠回应 只有一个人可以让我把他留下 但可惜那个人不是你 他只听从唐若雪的指示 灰衣青年声音一冷 那你就要死 死的就是你 凤厨喝出一声 同时左手一扬 三把手术刀一闪而逝 宫顷就到了灰衣青年面前 无尽的锋利 好像要割裂空间 割裂灰衣青年 轰 只是没等手术刀击中灰衣青年 他就身子一挺 整个人爆发出浩瀚气势 眼眸也变得如黑水晶一样深邃 下一秒 一股冰封寒意宛如十之倾泻 三把手术刀钉的一声 像是定格一样 停在灰衣青年面前 接着咔嚓咔嚓声音响起 三把手术刀全部碎裂落地 诡异如斯 凤厨突然打了一个机灵 你是唐北学 死 三把手术刀起不过